我們哲午的活動,其實自從搬到這邊來,還有過去之前在另外一個地點,就是少新北街,也都是幾位志工在幫忙 所以很高興就是,其實我們現在搬到這個比較小的場地,還是有這麼多的朋友今天來關心這個題目 那林綠宏老師或是常務理事,其實我是第一次認識,那國內在討論,那個墮胎相關的身體的自主權,還有女權,以及胎兒的生命權,或是胚胎的生命權 其實這個題目,可能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們的性別主流化,一九九五年嘛,是全球聯合國的那個性別主流化的開始 那所以到現在已經超過二十年了,那這個議題其實在台灣內部,很久都沒有再被打起來討論 似乎大家覺得說二十四週的墮胎的這個期限,是醫療、性別以及兼顧生命權,還有各種面向 其實是目前國內、國外、國際上都還蠻中嚴的一個設計 但是最近卻,今年卻突然冒出一個公投提案 所以我們今天有這個機會,重新再來審視說這個公投提案的背景,還有它提案的考量是什麼 那剛剛我跟蜜虹聊了一下,因為剛剛在11月13號,這個星期三才剛剛中選會有宣布說 因為剛剛辦完一天的公聽會,那其實公聽會消息恐怕我自己都有在注意看一下新聞 都沒有follow到哪一天辦的公聽會,然後是什麼狀態 那蜜虹他其實他有知道,但是他當天沒有去 據說當天只有一個,據說啦喔,就是只有一位學者,就是非常少的學者去 那還有其他什麼代表我不知道 可是公聽會這樣辦的形式跟傳播程度顯然,我個人認為是不太及格 因為這個公投提案,不管現在政府的官衛福部或者是中選會他們的態度如何 照理說這個議題,萬一他真的進入第二階段 甚至到打公投的投票門檻,那大家去選擇的話 這會是一個涉及人權,就是非常重大的一個人權議題,也會被衝擊到 所以在11月13號的新聞,我看到中選會他就是說 經過公聽會那一天的討論,似乎結論上大家有一點擔憂跟人權議題有關 所以呢,他要求中選會要求這個提案公投案的代表他們要補證 至於補證什麼,我們也不太知道 這個如果涉及人權議題,然後要提案溝投,能夠補證什麼 那我們今天很高興就是能夠來重新來看這個題目 以及現在在目前來說說實在,因為極右跟那個自由主義啊 新自由主義這樣的風潮開起來,有蠻多一些過去我們認為說 可能在性別主流花20多年期間,慢慢的大家在性別 在談這些題目的時候其實都好像比較進步一點 但其實這幾年又有一些比較保守 或者我們說不一樣的一些宗教啊 或是其他的理由浮上檯面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很謹慎去面對這次公投提案 他們提出來的這些團體,他們到底想訴求什麼 以及我們到底有什麼理由可以跟這些團體對話 那我個人我先說一下我的看法 其實我不太認為說一定要從哪一個面向 或是說堅持一定從領權的面向去感對這樣的公投提案 我倒是覺得說社會對話在這一次會 會是蠻有意義的 那所以今天我們就是很高興可以再有機會來討論 那我剛剛跟綠宏稍微了解一下 他有哲學的背景、有科法所的背景、法律的背景 然後目前是在台灣女人連線擔任常務理事 然後很主要正職是在彭宛如的基金會 對,然後剛剛也提到就是受試者協會有參與 所以對於醫療相關的面向也蠻了解的 那我們就掌聲歡迎林綠宏 綠宏老師來幫忙 謝謝妙夫人 然後謝謝Sophie 今年就是其實應該說上次公投結束之後 婦團其實就有一些擔心 擔心說因為跟反同婚的公投的那個過程當中 其實就已經開始擔心說下來的第二個公投案 會不會是跟人工流產有關 但是有一方面又有一點點自信認為台灣走到現在 應該不至於回到去談要不要墮胎這件事情 而是會去有比較細緻的一些其他議題出現 但是顯然就是我們錯過了台灣社會的進步 所以他這次提的提案甚至不是在我們過去在近期內 關於優生保健法的主要爭議的點上面 那我今天會帶大家來看一下 在生育自主權這個大的架構底下的幾個跟女人身體 跟生育有關的題目 那後面的一部分會來談一下 這一次在公投裡面的幾個點 那到底我們要怎麼去看待這件事情 就是說台灣其實有優生保健法已經幾十年了 那我們其實對於所有台灣的女性來說 似乎我們並沒有經歷過 就是在至少是像在美國一樣長期有很撕裂性的 去主張墮胎權跟反墮胎權的爭議 這個對在台灣來說比較少見 因為一般台灣人還蠻務實的 在沒有辦法養活小孩的情況底下 我們不太會去爭執抽象性的問題 這個是好也是不好的部分 那所以這麼多年來就是優生保健法架構下 我們墮胎罪還是在 所以請大家一直記得這件事 刑法的墮胎罪那個專長還是在 它並沒有被廢止 就是它還是在還是有效的 那所以優生保健法是作為一個主缺違法的室友 存在在這個整個墮胎的脈絡下面 所以你只要出了那個框框之後 馬上就踏到墮胎罪的範疇裡面 所以即便有優生保健法過去還是曾經有醫師 因為當事人有一些狀況 所以他自己也很倒楣的就是被判刑的 當然後來是緩刑 這個也都還是在 那我們就等一下就一部一部分來討論 故事因為那個主辦單位的設定 後來覺得這題目蠻好的 就是從死女的故事開始 後面也有賣這本書 大家如果看完之後 聽完之後覺得有一點有趣的話 其實是可以去找來看喔 死女的故事在拍成影片之後 它的那個形象其實現在已經變成 去主張女性生育自主權的一個很重要的象徵 那為什麼其實在死女的故事裡面 因為後來我寫了一個文章 放在那個網室電子報上面 就是讀了這本書之後的一些想法 死女的故事裡面談的就是一個未來的國度 他極右的宗教 以宗教為主的這個權力體呢 他成了一個國家的主導者 那裡面呢因為這麼極右 所以開始回到最保守的一個對女人身體的態度 那這個對女人身體的態度裡面 女人就開始變成重屬物 就回到我們大概18世紀之前的那種狀態 女人是某一個人的所有體 那女人會依據她自己的身分 或者是說她配偶的能力跟她自己的生育能力去分等 那裡面的死女就是 必須要是有生殖能力的年輕女性 然後呢她的性是會來服務那個大主教 那大主教的太太一定是不能生的 所以她會形成一個很奇妙的三角關係 所以裡面的女主教的名字 都就是叫of什麼東西 那of的後面的那個名字 像of Warren 這個她的姓氏 完全被取消名字被取消之後 她的這個姓氏 後面就是她的大主教的名字 所以在這樣一個世界裡面 她的子公子 只為了服務大主教讓她有子嗣 那因為小說家射電的這個激烈共和國 是在人類把地球弄到快要爛掉的那種 全部就是充滿了毒物的世界 所以能夠生殖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所以能夠生殖的女性變得很稀少 那很稀少的時候她會用分配的方式 給某些有權力的男人 那性當然不會為了愉悅 性一定是為了要生殖而服務 那就很像某個年代裡面的女人的處境 那為什麼會從這裡開始談 其實生女的故事裡面某個程度上來說 她極端化了一個國度 讓那個國度裡面呢 令人不再擁有自己的生育的主控權 那這樣子的年代其實並不是太久 所以我們就往下來看喔 那所以這裡 所以小說家談到了一個很有趣的一段話 就跟大家分享 她就說 這個是透過這裡面的女主角講的一句話 然後說她以前認為可以跑步可以運動 可以做任何一件事情 就是身體她以前認為是一個尋求快樂的工具 那有一天她的身體不再是她的 然後她沒有名字 她甚至不能閱讀 她必須要符合於上面的那個集權統治者的要求 那最原始的那個核心就這樣不見了喔 這個是後來在這樣一個這個整個脈絡裡面 可是其實終極的來說 女人的核心對於身體自主權的核心裡面 最重要最重要的東西其實是生育的自主權 那這個也是如果你從很性別本質論的角色來看 因為我們有子宮 所以因為有子宮的關係 這全世界什麼事情都可能被取代 但是到現在來說 生育是無法被取代 雖然當然有一些科學家在研究以後 可能會有人工子宮 你就是只要把受精軟放進去 他就可以長出一個小孩 可是那個年代還沒有到 所以所有的事情都可以 都必須要透過女人的子宮 才能夠完成這個社會的再製造 再生產的這個使命 才能夠讓整個人的世界能夠維持 那這個也就是整個在談這個生育自主權裡面 很爭議的東西 一方面他很私人 因為生育本身他又連接著 連接著什麼 連接著我們自己很私密的性 跟家庭的傳統接代 一方面呢又聯繫的是 整個社會跟國家的永續發展 所以在這樣一個脈絡下面 就會變成很奇妙的是 我們一直在處理某一些爭議性的議題 那這些議題 有些議題現在來看 都會指應該這樣說 我常常會覺得有時候看到這個處境 會覺得難過的可能都是女性 比如說我這陣子一直在看Gaze的書 就是Bill Gates的老婆 我其實不應該這樣稱呼她 Belinda Gates寫的那本書叫提升的時刻 他談到非洲好多的國家裡面 女人因為沒有任何避孕的方法 或者是因為同婚 就是同那個child marriage的關係 導致於她在身體上的受損等等 那看到那些段落其實我會很想哭 是因為做為一個女性你可以了解 那個東西被剝奪的時候是怎麼樣子的感覺 那同樣的其實在生育自主權 談到的東西是什麼 它其實跟一般自主權很像 但是它又很關鍵 就是跟一般自主權很像的部分 是說我們談所有的自主權裡面 不免的都會是談到這個自主權很簡單的 就是它是一個自我決定權 那自我決定權裡面包含我們談 我們要不要參加人體試驗 要不要參加研究 要不要做醫療手術 其實都談到這個自主權 那生育自主權其實同樣的東西 只是它前面談的是什麼 這個女人要有權力可以去決定 自由的決定她要怎麼生小孩 然後要間隔多久生小孩 要不要生小孩跟誰生小孩 還有她有沒有權力能夠 萬一不小心懷孕的時候 她有沒有可能有 有什麼方法去解決她這種窘境 大概就是這麼日常生活的 這個決定權而已 可是呢 在那個劉仲隆老師 很早很早以前出了一本書 叫做女性醫療社會學 裡面有一個專章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也還蠻推薦大家看 但這個書已經絕版了 叫做國家政策下的女性身體 她就特別去談到說 一個對於女性跟生育行為的控制 是性別第一位的最佳指標 所以一個人能夠 一個女人能夠在這個國家裡面 控制自己的生育的權利 能夠有生育的自己決定的權利來說 那我才能夠去說這個國家 對於女性來說是平等對待的 簡單的來說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就談到這生育自主權裡面 有幾個權力的項目裡面 就包含這一些 我自己會認為她其實是在 談廣泛的身體自主權裡面 算是她的很核心的東西 那包含什麼 這些我們現在看起來都還蠻簡單的 可是這個是很難很難 才走到這一步 包含就是生育與否的這個權利 我們現在的女人才有權力去決定 我到底要不要生 以前女人你如果去問自己的阿嬤那一代 除非她不結婚 或者除非她身體有出了一些狀況 不然的話她其實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權利去決定她不生小孩 因為就是會生 因為沒有避孕的方法 然後呢 同樣的她也沒有辦法去決定 她生育跟一個孩子跟一個孩子之間的間隔 因為就是自然會發生 因為沒有避孕的方式 所以我的阿嬤大概生了十多個 裡面還不包含已經就是包含中間過世的 就是因為以前的公共衛生跟營養不好 所以都有這樣子 然後呢 還有就是說 到底我要跟誰生養我的下一代 這個也是到現在 就是20世紀中後期的女人才有這個權利 因為以前 現在其實在非洲國家裡面 很多女人也是沒有權利決定 我要跟誰生養下一代 因為她是被決定的 很年輕就被嫁掉 然後就決定一定是跟她 不可能跟別人 那但是這一些生育事項的自我決定權裡面 並不是憑空就是這樣子就有了 我們還必須有一些配套的東西 是至少我們現在想到的 包含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有效可負擔 而且便利的避孕方式 那這個會包含什麼 就比如說避孕藥 比如說保險套 這些都是 可是這還是會牽涉到 對於一個國家的那個環境來說 什麼樣叫做有效可負擔而且便利 那舉個例子來說 非洲南非洲沙拉沙漠以南 因為HIV感染的很嚴重 所以Ingo就是會長期在那邊 或者是聯合國的教科文組織 長期在那邊支持的 防治HIV的行動裡面 就包含大量的發保險套 可是後來呢 有一些人去研究之後 就發現他們保險套 對當地人使用的很少 可是這個原因到底為什麼 很多人就是覺得 欸為什麼保險套都剩下這麼多 沒有人用 那到底是不是當地人都不避孕 後來才發現呢 因為當地的很多國家的 那個男尊女卑的情況非常嚴重 所以女性並不敢跟她的先生去主張 我們性行為你一定要戴保險套 因為她會被揍一頓 然後說你到底是去外面跟誰亂搞 不然為什麼我要戴保險套 會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對當地人來說 最需求的避孕方式 或者是對她來講 可能的避孕方式 有可能是長效型的避孕針 或者是如果有避孕藥的話 比較長效的避孕藥的話 是有可能的 可是這一些都還是牽涉到 費用是不是他們可以負擔的 只要是不能夠負擔的 那個東西就不會是可以用的 那就無法去 無法去什麼 無法去決 當這個東西沒有辦法有效可負擔 而且便利的時候 上面的選項就會不存在 那第二個事情是 我們還是會遇到 即便做了這麼多有效的避孕 那還是有可能會有意外懷孕的問題 那所以意外懷孕的時候 合法安全的人工流產 會是在這個選項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去面對上面的 那個決定權的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事項 因為對於很多女人來說 她並不是不喜歡小孩 也不是不願意生小孩 而是時間不對 那時間不對的問題或人不對 或者是她沒有能力去養育子女 都有可能 所以如果這樣子的時候 這個選項如果不存在的話 女人會用自己的方式解決問題 那這個也就是在1957年 避孕藥上市之前的事情 所有的女性會做什麼事 她會不避孕 不人工流產嗎 其實不會 她會去找黑的 所以她會透過地下的方式 去找黑市裡面 或者是密醫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讓女性置身在危險當中 那這個過去的台灣也常常這樣子 所以其實那個時候就是 有很多很多的女性 她必須要口腦相傳 去找到願意幫她做人工流產的那個人 那這一陣子我還在看一個書 就是有一個中文 中文是中國翻的 然後那個書就是在談大概在 20世紀初期的時候的 他們叫做墮胎師 她沒有醫生的資格 然後甚至也沒有護理師資格 可是她長期在幫很多女性墮胎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很多州政府 那時候很多州政府的墮胎是違法的 可是他們也明明知道 如果不這樣做的話 女人也會用其他的方式解決 所以他們後來的做法就是 真一隻眼閉一隻眼 可是這個墮胎師 就必須要長期交保護費 給管區的警察 因為她是違法的 所以違法的狀況就會帶來的是 還是必須會有人要做這件事情 那選擇方式就是會迂迴的去處理 那有沒有人會生下來 會懷到最後去出養小孩 這個其實比例還是有限 所以這一些這個就會是 就是沒有這個東西的話 那你就撐不上她 能夠去決定這些事情 另外一個部分是對台灣來說 比較厲害的一點 就是有保障的生育健康環境 那這個是什麼 就是除了這兩項權利之外 另外一個權利就是 如果我是一個想要生育的女性的話 那國家能夠對我有什麼保障 所以在前兩年就通過了 生產事故補償條例 那生產事故補償條例很重要的精神就是 因為台灣常常發生醫療糾紛的場域 是在產科就是婦產科這個行業裡面 那為什麼他會發生醫療糾紛 主要是因為很多醫療的行為 在過程當中你可能治療疾病的時候 你可能比較容易想像的是 對方就是一個病人跟 畢竟人在生病當中 所以發生事情的時候比較能夠接受 可是我們現在幾乎已經不會有人 在生育的過程當中會想像自己會遇到不好的事 因為我們的母嬰的那個死亡率其實很低 就是在全世界來說都是非常非常低 因為公共衛生這一塊做得還不錯 所以當一遇到母親在生產的過程當中 突然出現大出血 養水酸塞等等的情況 然後導致後端的可能就是身障或者是死亡 這件事情是讓很多的家人沒有辦法接受的 那胎兒其實也是 就是我們想像都是要去生小孩回來 就會帶一個可愛的孩子回來 可是沒有人想過說 萬一回來的時候不是孩子回來 是別的東西 或者是說孩子在過程當中發生的事情怎麼辦 早期有發生過幾件很經典的案子 就是艱難慘 那艱難慘的原因是因為出生的過程當中 小孩的那個肩膀卡住了 卡住了之後就是要讓他出來嘛 所以拉出來之後這隻手 不知道是左手還是右手 這邊神經蟲整個受損 受損的結果就是他扯了一輩子 這隻手都是壞掉的 可是這個對產婦來說 可以接受嗎 很難接受 所以醫療糾紛處理了很久 然後另外一種情況是 生產過程時間拉得太久 然後導致什麼 導致腦性麻痺 這個目前也還蠻常發生的 會發生 所以生產事故常條例主要面對的就是 遇到這些事情的時候 國家會負後端的責任 然後會有補償救濟 然後重點其實是 希望醫療院所可以除錯 就是這件事情如果是有錯誤的話 不要再發生 那用的就是全部國家的資源在做這件事情 那這個今年三月份的時候 我們台灣女人連線有到CSW去跟其他團體報告 然後報告完的時候 其實我們自己有點驕傲 是因為這是全世界第一部這樣子的法律 就是我們台灣的我們的政府願意多幫 應該說立法院要求政府都幫女人多做一點 為了要生育的這些女性的健康 那報告的過程中很有趣的是 我們來的很多姐妹就是都是來自非洲國家 或者是中華美洲 他們在講的其實是比較後端的是 比較前端的問題 比如說沒有足夠乾淨的水平跟 運產腹在那個過程當中死亡 沒有產檢什麼什麼那些 然後突然講完之後 我們後來就只好補充說 我們並不是要說台灣 炫耀台灣有多進步 不是我們的國家現在有資源可以做這件事情 要鼓勵你們回去發展自己可以發展的 因為不然其實是差距的有一點大 不過這個是我們大家在整個 生育自主權裡面很積極面的部分 就是促進想要生育的女人 他可以有多一點保障 所以這個是一個比較完整的那個 談生育自主權的架構 那爭議的地方其實都還是會回到一個 會回到一個比較古老的爭議上面 就如同我剛剛說的 生育是一件很特別的事情 他一方面承載的是個人很私人的那個部分 透過親民關係 然後透過婚姻 然後產生下一代這種很私人的關係 可是另外一個面向是什麼 他連接的就是整個國家跟社會的永續 他的再生產reproduction 所以呢在這個再生產過程當中 公司之間怎麼去橫評 常常會是在這個生育相關的政策裡面 會被關注的一件事情 那第二個事情是生育的過程 這個整個懷孕開始的這個過程裡面 不可避免的是你會面對兩個主體之間的衝突 那這兩個主體就是會隨著懷孕的胎數 應該是懷孕的周數越到晚期 衝突會越明顯 就是當胎兒越來越大的時候 胎兒的生存權跟女性的選擇權 比如說這個媽媽就是覺得這個 不是這個媽媽 這個懷孕的女性就是覺得她不適合懷孕 或者是懷孕會對她帶來什麼樣子的情況 那到底我們怎麼去橫評生存權跟選擇權之間的議題 這個是從1960年代就是 美國的墮胎權的爭議一直到現在 都還是繼續在持續當中的 所以我們今年三月份在紐約參加活動的時候 剛好遇到他們的聖誕節 所以就是那個教堂出來遊行 就發現兩邊的人就拉肚條 那因為那個教堂是天主教的教堂 所以Prolife的那個陣營很大很大 所以他們就在要求要政府可以多一點點 就是要求政府要去保護胎兒的生存權 禁止墮胎這樣子一件事 然後旁邊當然因為是他們的場子 所以我就看不太到那個Prolife這個陣營 陣營有什麼主張 所以這一個題目會貫穿在我們等下討論生育 自主權的很多很多的事項上面 那這些東西聽起來都很 也許很多人覺得很理所當然 但是其實只要回過頭去看歷史 他就也不是那麼的理所當然 因為所有的疫情的爭議在台灣應該 都是在這50年內30年內的那個問題而已 並沒有久到說我們得到這個 就是從女性的角度來看我們得到這個權力 並不是久到那麼的穩固 而且甚至得來的原因也並不是因為 這個社會多麼想要保障女性 不是全部都不是 所以我們今天會帶帶帶來看一下 是怎麼陰錯陽差的情況之下 我們得到了一個看起來到現在算是比較橫平的那個生育自主權 那那個東西得到的過程是怎麼樣委屈的得到 然後到現在的發展 那往下看喔 所以在跟生育自主權的幾個事件裡面 大概有幾個事情 是我想要跟大家稍微再review一下歷史的喔 一個就是在1957年的口服避孕藥上市 那這個口服避孕藥上市是非常非常 有人稱它是改變人類近代史的一件重要的事情 因為從有口服避孕藥之後 女人才可以脫離什麼 脫離為了 我們才可以把性跟生育可以移開 因為在這個之前我們沒有辦法這樣子 那為什麼會口服避孕藥會在這個時間點上 是有一位台灣班辰山兒夫人Sanger 她做了什麼事情 她從她其實是一個護理師 然後她因為其實就像所有的女人一樣 你看到一個女人一直生小孩生到死 或者是一直生小孩小孩一直死的那種過程 你是沒有辦法忍受 特別是如果你是專業者 一直在協助這樣的女性的時候 那個心會有多痛 所以她就下定決心 一定要幫女人找出一個方法 讓她可以免於這樣的痛苦 那免於這樣的痛苦要怎麼辦 一開始她就開始先發那種 我們家庭計畫的小手冊 去告訴女性說間隔生育 對自己跟對孩子的好處 那可是間隔生育 你還是要有方法 所以那時候使用的避孕方法都是很古老 什麼性交中斷法 安全期啊怎麼樣 那個都不安全嘛 那也不會中斷 所以到時候還是會懷孕 那怎麼辦 她為了 但是這個山兒夫人為了要 發這個小手冊呢 被抓了大概四次 就是每一次都是用違反道德罪被抓去關 但是還是繼續 其實以她的 她自己的身份跟階級 她根本不需要為女人做這些事情 那可是她就是覺得太痛苦了 所以她一定要做這件事情 後來呢她就是跟 有一天把她的那個 意想天開跟一個科學家講說 她想要發明那種很便宜 然後用很方便的方式 可以讓女人避孕 然後一開始 沒有這個科學家認為她的話 是需要重視的 因為對於女人事情 科學家其實大部分都不會在乎 那還好後來就有人聽進去了 聽進去之後就開始 用的基轉其實是荷爾蒙的基轉 所以一開始的病育藥也並不便宜 因為她用的是 從馬尿 乳馬的那個尿液裡面去 萃取出來的一些荷爾蒙 那荷爾蒙的那個血量我就不講了 總之她是用這樣的機制去處理這個問題 後來在化學合成的那個荷爾蒙 可以開始量產之後 她才開始變得很普遍又很便宜 但是從那個時間點開始 女性終於找到一個 可以自己掌控的方式避孕 那你們一定會問說 這個有保險套嗎 有啊 如果你喜歡看那種奇奇怪怪的 王社小說 你就會發現18世紀 16世紀的時候 浪蕩子 那時候他們喜歡翻成浪蕩子 都會帶一個 隨身攜帶一個羊腸 或者是什麼腸子 做的一個細細長長的東西 然後在她性行為的時候帶上去 那就是男性她會選擇 在她需要跟不想染性病的時候 帶她認為 就是在那個就是保險套的前身 可是這個東西 對什麼對女性來說 還是缺了臨門一角 你們覺得 那天我去台大法律系 跟一年級的學生獎的時候 他們就問我說 那為什麼我不要用保險套就好 那你們覺得呢 因為明明這樣我就是把塑膠做薄一點 就套上去 不是就已經解決了所有問題 那為什麼要花這麼大力氣 去弄一個藥 你們覺得差異是在哪裡 而且還這個藥還被認為跟 跟反轉是近代史有關 差別是什麼 保險到底永遠要依賴男人 要不要帶啊 那那個年代男人要不要帶 但是她的自由意志決定要不要帶 女性弱勢者 你有能力去要求她一定要帶嗎 不可能啊 還有女性總有些時候 她不想生小孩 是因為小孩間隔太密 她有她自己的考量 因為她覺得小孩這樣會不健康 她也會不屬 沒有辦法帶孩子 所以也許在婚姻中 女性她想要騙 欺瞞了她的先生 她就是想要避孕 讓間隔離開一點點 那那時候 你有可能去仰賴先生 帶保險套嗎 當然不行 所以避孕藥在這時候就發揮作用 因為她小小的吃進去 一早 當然維他命就吞下去了 沒有人知道你這是避孕藥 而且外觀上看不出來 所以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對女性來說 它是一個有具有便利性 而且它可以掌控自己的 一個很重要的方式 所以避孕藥在這個時間點的發明 它的重要性其實是在這裡 女人找到一種方式是 可以掌控自己身體的方式 而這個方式是很容易可以達到 然後不會造成太多身體負擔的 因為同個時間 後來還有發展 等下我們會談的 就是子宮內的避孕器 可是子宮內避孕器 它必須要什麼 它必須要有一個鞋 那樣的手術裝進去 然後也常常會掉 或者是 我同事說她出生的時候 一手拿著子宮避孕器 出生生出來的 就是她一直手就拿著就出來 我們還說那你真的是一個女戰士 可是其實不是 是因為沒有裝好 所以她媽媽還是懷了一堂 所以她出生的時候 就拿那個東西出來 那所以避孕藥在1957年的時候上市 是對於女人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轉捩點 那另外一個時間點就是RU486 那RU486的時候 大家應該都比較熟悉的現代 那同樣的在避孕藥跟RU486發展的過程當中 從上市的過程當中 墮胎權的爭議還是在 然後裡面的 應該說這個有了之後 墮胎權爭議更可烈 對 可以試些 或是試後完 對 然後這個東西就被 直接RU486 作者認為 就是發明者認為 它叫做抗懷孕劑 就是她使得子宮的懷孕不適合 子宮的環境不適合佩胎著創 她用的基準是這樣 可是長期的 她被稱為什麼 多胎藥 她覺得很不公平 不是 她也不是試後完 她就是 不算 她不是 試後完是一個量 應該是說是一個 成分更高的荷爾蒙 所以她直接 直接就讓那個 就是子宮整個 內膜剝落下來變成有月經 所以她不太一樣 激轉上好像不太一樣 那這個是讓子宮的環境 就是不適合著床 所以即便著床腦會掉下來 可以 這本這個書在那個 大塊有出 就是有出了一本書 叫R1486 那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那這個發明的人很有趣 他認為他自己是女性主義者的兒子 就是他媽媽是女性主義者 所以他發明這個 藥的過程當中 念字在字的是 就是他希望就是第三世界國家的女性 如果遇到不預期的懷孕的時候 可以有一個簡單方便 而且是乾淨 就是不會有太多感染的可能的方式 去處理她自己遇到的處境 那不過在上市的過程當中 是非常辛苦的 因為這個過程當中 這個社會上還是有一個聲音 主要的旋律還是在 各國都一樣 就是這些東西會不會促使女性 更加放蕩 性放蕩 然後會不會不爭 然後會不會因為掌控了自己的身體 越多就是越導致在性的行為上面 很隨便 這個東西一直在 然後呢另外一個就是擔心 那樣人類會不會 就像台灣的提案團體一樣 會不會就是絕種 因為沒有人要生小孩 就是這一次 這個爭議其實一直都在 然後還有當然這個的 R1486的爭議更大的是 因為他被扣上了 所以我們在人工流產裡面 遇到的這個議題 就是胎兒生存權這個議題 在這個地方不斷的被提出來 做很多的抗爭 所以發明的這個團隊 他們其實到每個地方 都被抗爭的很嚴重 那台灣其實那時候要上市之前 也是一樣 後來就是做了有條件的上市 那我們做的方 我們的那個 在那個使用上面 就有一些很明顯的要求 就是必須要怎麼樣怎麼樣 的情況下才可以做 那所以常會有一些 女性主義者那時候 我記得很常有人開玩笑說 欸我們同時每一次在 藥水的過程當中就會發現 如果今天是對男性有用的東西 其實譬如說像威兒鋼 要上市的時候 大家幾乎都 俄首稱慶 然後好像得到一個寶物一樣 可是只要是女性 譬如說女性 不管是跟R486有關 或者是說像 跟促進女性性欲有關的東西 其實都會受到不斷的阻撓 就是很奇怪的一個狀況 那當然不奇怪啦 我們其實在講反話 我們都知道為什麼 那所以在R486的 這兩個東西其實是促進 促使的再遇到這一些 就是促使女性可以更容易的 就是有資源的女性 可以更容易的掌控 自己生育這件事情 但是同樣的 它其實還是會出現 區域上面的那個 不平等的問題 因為顯然這些藥都還是要 有能力的國家的女性 才可以用得起 那所以我剛才在說 Gaze的書裡面談到 很多南非洲國家的女性 他們可能為了要等一個 長效型的避孕針 可能要等很久很久 因為這個國家裡面 可能主要靠的 就是國外的援助 國外援助大部分 還是以保險套為主 沒有那麼多的這一些東西 所以這個是跟 兩個重要的東西 那另外幾個事件 我們就往下來看 指標性的事件 大家應該都知道 美國在1973年的 Rowenway的這個判決 然後我們台灣在1984年 就美國73年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通過 有省保健法 那我們等一下往下看 這個判決本身 其實也確立的到現在來說 結構上面我們怎麼看 人工流產這個議題 在選擇權跟在那個 選擇權還有在那個 生存權之間的抗衡的結構 那結論我們就不說故事了 我們就是來看結論 最最後的結論就是 他承認了女性的這個墮胎權 是受到隱私權保障 那等一下會來看 受隱私權保障這件事情 其實有一些學者 提出不同的意見 就是有些女性主義者 提出不同的意見 那怎麼去判斷 兩個之間的 就是我們剛剛說 pro-life跟pro-choice 這個結構上面的完整性 後來就採取的是分階段理論 那就是根據懷孕的三期 三期不是三個月是三期 就把懷孕分成三期 那三期裡面就是分成初期 中期跟晚期 那這三期當中呢 前面的兩期呢 有第一期的時候不用討論 因為第一期前三個月的懷孕 其實相當不穩定 而且基本上這個時候 對於生命的發展來說 還是很初期的 所以當然是以女性的 以這個懷孕女性 她自己的決定權為主 那到了中期之後 判斷的是什麼 胎兒她體外存活率也是很低 所以呢 除非有一些特別的情況 不然的話也不能夠限制墮胎 但是到了晚期 就是從24週以後一直到20 一直到最後的那三個月 除非是有些特別的狀況 不然就不能夠墮胎 應該是反過來這樣講 也就是說在懷孕的最後這個階段 以目前的醫療來說 滿七個月以上的這個小孩 其實胎兒就是 我們用保溫箱她其實是可以活下來的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懷孕女性她有沒有什麼權利去說 在這個時候進行人工流產 除非有一些特別的理由 不然這時候我們看到的就會是什麼 看到就會是這個胎兒的存活率 因為很高了 所以應該尊重她的生存權 那前面這一段其實 主要還是會看到這個懷孕女性 她自己的意願 跟她自己的那個選擇 會比較偏重於這一邊 那這個東西本來就會是個天平 有可能會隨著醫療的進步 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那不過就是從1973年的這一個判決之後 就是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之後 確立的一個這樣子的架構 看起來在美國的各州裡面 他們也認為我們就是 必須要針對不同階段的懷孕週期 去制定人工流產上面相關的限制 或者是說允許 她必須有一個這樣子的做法 那不過到底這個判決裡面 留下了多少問題 其實也可以討論 因為當時有一些女性主義者就認為 我們並沒有 就是美國最高法院 並沒有直接去討論到 生育自主權這件事情 顯得有一點不足 他們認為用隱私權去談這件事情 有幾位美國的女性主義者就會認為 用隱私權去談這個事情 好像生育只是女人很私下的事情 國家都沒有義務一樣 那所以這樣足不足夠就會引發了一些討論 不過當然有一派法學者就會認為說 其實隱私權裡面它還是有一些積極的意義在 就是國家必須要喊 就是除了那個很私逆的部分之外 它還是有一些積極的意義在 而且不會因為是隱私權 所以國家就會跑脫它的責任 所以這個爭議 到目前來說都還是有一些討論 另外一個我們需要注意的事情是 就是這個因為這個判決其實就 它經過上訴地方法院 地方的那種行為法院上訴到美國最高法院 就做了一個這樣定案的東西 所以有一些人會認為說 一個判決這樣直接做下去的結果 好像看起來得到勝利 可是另外一個部分是社會裡面沒有共識的部分 好像沒有得到討論 所以從那個時間點開始 從1973年開始 很粗暴的那種互相之間的抗爭一直都在 特別是反墮胎人士 就是他們會去到1980年都還是常出現這樣的事情 就是包圍有在執行墮胎人工流產的診所 然後做很激烈很激烈的抗議 這個都還是有 那因為也許對於美國社會來說 他們被沒有討論到 被沒有得到這麼多的共識 或者說沒有這麼多的討論機制 就確立了一個這樣的結構 那但是另外一個部分是 就一個公民團體來講 我有時候也會想想像這樣的東西 到底有沒有共識的可能性 我不知道你們怎麼覺得 就是一方面有一些人覺得 有一些人覺得沒有 那到底共識的可能性 就算在台灣的脈絡裡面 我們又要怎麼達成 我自己常常會 就是有時候聽到一些言論 就只是很想把鞋子脫起來打他的頭 想說你到底為什麼會這樣想 就是有時候 到底還能夠怎麼樣講 才能夠互相了解 我自己會質疑啊 但是總之就是 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很重要的 決議下去之後 似乎在這個議題上變成 一刀兩斷的一個狀況 到現在的那個抗爭 所以每一次你們 大家如果有注意到的話 比如說新的總統 開始要出來讓他的compagnum 要選舉的時候 這個問題就會變成是很關鍵的問題 因為有一派的人 就是保守的 保守的跟不保守的 他可能在這個地方 會是個分野 然後或者是說大法官 要被提名之前 會不會討論這個問題 就是在美國 他變成一個很關鍵性的問題 那所以我們就往下來看 就是在這樣一個架構裡面 等一下我們看我們的優勝保健法 跟實行細則 也有類似的一個想法 我們就往下看 那台灣是怎麼樣得到的 得到嗎 也不知道叫不叫得到 就是說台灣是怎麼樣走到今天喔 台灣其實 生育控制這件事情 好像對我們來說都不是一個太 太陌生的事情 那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年紀很大 所以我的小時候 我可能有些 不是有些人的小時候 所以我小時候 我記得那個 曾經還有印象 就是護士會到家裡面去 我們住很鄉下 然後護士會到家裡面去做一些 公衛護士會去做簡單的一些 訪問等等的 然後我以前小時候都覺得 欸這是什麼 怎麼會這麼 我不曉得他們在幹什麼 後來長大之後才知道說 原來那叫公衛護士 然後那時候我們其實 一直以來都在run一個大的計畫 就是家庭計畫 從兩個孩子不算少 然後三個什麼 什麼一個幾個 兩個恰恰好 三個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一個不嫌少 那個年代這樣一路下來 所以我們其實在 很長一段時間 家庭計畫生育控制這件事情 對我們都不是一個陌生的事情 那我們就往下很快的來看 所以台灣用家庭計畫這個名義 在做生育控制 在控制女人身體這件事情 是從國民黨簽到台灣 台灣之後就在做的 那如果你比照 很有趣喔 就是你比照這個時間序 再回去看 我不知道木澤這邊 有沒有進這本書 讀生 就是在寫中國的 一台化政策的那本讀生 你把他的時間序一對 你會發現他們分隔兩岸 但是想法都一樣 就是差不多在這個時間點 他們也突然驚覺到 經濟發展的成果 可能會被人那個生育樹吃掉 所以開始在推很激烈的東西 而且兩邊的人 同時信仰馬薩爾斯的人口論 認為人就是會爆 人口爆炸有一天會 會糟糕 所以要控制人口 所以同樣的邏輯喔 那台灣是在195051的時候 農副會的主委 不知道為什麼是農副會 我看到這段歷史 覺得很奇怪 他跟農村有關 然後蔣夢玲他就開始倡導說 不要生太多小孩要劫育 然後往下再看了這個脈絡裡面 你就會發現 那時候政府 以前應該說現在政府 喜歡置物性行銷是買媒體 然後因為那時候政府的 置物性行銷是什麼 就是假裝自己是民間團體 所以他就成立一個民間團體之後 開始去倡導要避孕 可是你可以看那個時間點 避孕藥什麼都還沒有發展 所以他就是只是告訴大家 那個小孩出生的那個間隔要 要多久對媽媽比較好 然後不要生那麼多孩子 再倡導這些東西 那59年之後就開始做比較積極的 跟公共衛生跟醫療結合 做孕前的衛生工作 那這個是比較可怕的一件事情喔 也是台灣不推 台灣其實吃避孕藥的 我們一直台灣一直有一個 很特別的一個印象 就是我們台灣女人不太吃避孕藥 因為我們好像認為避孕藥會傷身體 那我們在1962年的時候 美國才剛上市的樂圖 就是那個子宮內避孕器 可是才剛上市喔 這個 甚至如果你現在去翻他 那時候的歷史 就是做人體試驗做很短的時間 然後也是在很窮的國家 做完之後就趕快上市 上市之後 也不知道那時候 國民政府為什麼要這麼的禮蔽 就跟他們買很多 然後就開始裝在女人身上 所以我們等於在他幫美國的藥廠 讓很大很大規模的人體試驗 因為還沒有人知道那個東西 會後來證明很差 就除了我同事拿的子宮內避孕器出身之外 還有一些人是直接就是看入子宮裡面 後來整個就是必須要拿掉啊 就是子宮拿掉之類的 因為已經深入在裡面 沒辦法 或是沾黏這些都有 也就是說它並不是一個那麼好的東西喔 那不過1962年開始就推樂譜這些東西 就開始大規模的推家庭計畫 五年的家庭計畫 所以當時的脈絡 你要看這個時間點的脈絡 我們擔心的是什麼 我們擔心的是人太多 好不容易有一點點經濟的成長 會被這些人口吃光光 那跟對岸 當時的對岸是一樣的 因為大家都餓過 所以很害怕 好不容易可以吃飽 如果生很多小孩會 還是會出現那種糧食不足 經濟成長沒有著落的情況 所以就這個脈絡是在的 那有沒有想過 女人到底想不想生小孩 所以她的捷育的脈絡 跟三兒夫人想要幫女人達到 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故事 這邊想到的是國家 國力可以能夠maintain 然後能夠成長 然後所以不能夠有太多小孩 小孩子負擔 那我們現在是反過來 因為它就是 就是有點像暴力 因為現在沒有人要生小孩了 我下來看 然後在下來的時候 這一個就是大量推展 推展之後 就開始發現這樣還不夠 因為你光去避孕 那萬一還是有人懷孕怎麼辦 所以當時人口政策綱領裡面 其實已經在 已經允許了用醫療的理由 就譬如說 因為小孩的胎兒狀況 或是母親的健康狀況 等等的理由 可以人工流產 那不過呢 當時其實出現兩個很重要的背景 一個背景是 當時的人工流產 只能夠在公立醫院 跟當時的政府指定的 這些醫療院所做 可是這個時間序上面 大概就是到 快要到比較後來了 六零年代七零年代 將後來 你會發現那個時候 私人診所開始變多 大部分的人工流產 都在私人診所裡面做 不是在公立醫院 所以這邊 醫生就出現了 醫生就開始覺得說 那我的傷機就被吃掉了 因為我沒有辦法做人工流產 所以就開始 醫師團體開始出來說 可是這樣子的話 第一個 我們剛剛有談 就是如果不去好好的思考 那個人工流產的問題的話 醫生其實還是面對 對墮胎罪的問題 那怎麼辦 會違法 所以他們有一些同僚 就會被抓走 然後第二個部分是 私人的診所這麼多 那沒有讓私人診所 可以做人工流產的手術的話 好像也不公平 所以就開始在 醫師團體的利退之下 開始有這樣一個概念 就是要 有一個優勝保健法的出現 那處理團體 當時 可能有很少很少的 其實不叫團體 大概都是個人 因為受到第二波復運的啟發 發現美國已經 我們剛剛看了那個判決 之後受到很大的啟發 覺得台灣應該也可以仿效 做一點什麼事情 所以開始提倡子宮權 跟要不要懷孕是女人的基本權 這樣子這麼激進的東西 那不過這等一下會看到後來 那這些一直爭議 所以他在那個立法院 那時候應該都還是在那個 我不知道有沒有開始有 增額 增額選舉 還是還沒 就是1984年的時候應該有 那 來來回立法院也好幾屆 就是沒有辦法通過 後來通過的原因 是因為那個 蔣主席 就他們的蔣主席 說你們不可以這樣子 就是訓事之下認為 經濟發展是很重要 然後人口成長會帶來 經濟發展的壓力 所以很快的就 到立法院討論了 那討論的時候呢 其實主要當然是我們看到 開始萌芽的經濟發展 然後開始覺得我們這些 過重的那個依賴人口 會導致經濟發展 沒有辦法往前持續 那往下看喔就是 所以後來當然就通過 優神保健法 那通過優神保健法的時候 還是有一些反對的聲音在 那反對的聲音 其實是很典型的反對聲音 第一個就是認為 墮胎是一個殺人的行為 不可以這樣子 第二個部分是 他可能會導致性放縱 那女性會不負生養責任 可是萌芽生育是兩個人的事 為什麼男人在這裡 都不會被指責 我們從20世紀中期到現在 男人在懷孕這件事情上 從來沒有被指責過 很奇怪喔 那婦女團體那時候 少少的婦女團體 也很可憐喔 因為你的訴求如果是 子宮權跟 要不要懷孕這個權利 有沒有社會會同情你 你想在1984年的脈絡裡面 應該會覺得很恐怖吧 這些女人到底在想什麼 所以後來就改了一個很溫和無害的 現在想想應該 如果那時候有主張的團體 應該會覺得很丟臉吧 就是說啊 應該想想看那些 無知被騙師生的少女 不然不小心懷孕的話 都沒有人可以幫助她 那要怎麼辦 現在想想其實蠻羞恥的對不對 可是那時候的策略 就只能夠用這種策略 因為你去很積極的去倡議 那個很激烈的問題 可能剛好會適得其他 我自己有時候在做社會運動的時候 也常會面對這種兩難 就是你到底要放軟一點的生態 去訴求我很可憐 你們要來讓這個 然後就是頭過身就過 就讓案子過 還是說我要很激烈的告訴你這個笨蛋 你不可以這樣主張 然後後來案子就不過 這是我自己很強的困擾 等一下大家也可以交換一下 以前就是在遇到那麼蠢的提案的時候 我們其實心裡面是翻100次白眼 再加上想要拿拖鞋把她的頭打一打 這種狀況 還要很理性的告訴她 討論這件事情真的是很折磨人 可是如果不這樣子的話 到底要怎麼樣才能夠讓法案可以通過 我想那時候的前輩應該遇到的是類似的問題 所以那時候沒有辦法執求對決 所以就開始訴諸這樣的情況 那後來就通過了 那通過之後我們就來看條文 等一下會牽扯到這次公投的那個規劃 我們剛剛還請一再提醒大家 這個優審保健法的頭上面 一抬頭就會看到墮胎罪 所以請記得我們有一個大傘是墮胎罪 那應該是說有一個傘外面是墮胎罪 傘裡面才是優審保健法 所以你只要走出傘的範圍 就會構成有構成墮胎罪的危險 那來看一下優審保健法第九條 優審保健法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條文 特殊的法應該說這一部法非常特殊 從通過民國74年通過到現在 如果你去看修法的嚴格 從來沒有大修過 因為沒有人感動 那2002年的時候曾經試著想要修整本大修 因為這個世界上會談優生兩個字的 其實是一個很羞恥的歷史 它跟納粹有關 所以我們大概沒有辦法忍受 21世紀的台灣 我們還有一部法叫優生什麼的 可是要修 可是一修就會碰到關鍵條文 就是人工流產 所以它從民國70幾年到現在 從來除了那個什麼 本來叫衛生署 現在叫衛福部這種修正之外 幾乎沒有大修過 所以它是一個還蠻古早的條文 那來看一下優生保健法第九條裡面規定的 一共有六款可以依女性的自願施行人工流產 那這六款的情況裡面前面的五款 都是有外在的原因導致的 前面的第一款就是有遺傳跟傳染性的疾病的這種情況 就是自己或配偶有這樣的情況 第二種情況是有愛優生的遺傳性疾病 就是四等親之內的 然後第三種是有醫學的理由去任務 足以認為懷孕或分娩會讓這個懷孕的母親 懷孕的女性遭致她的生命危險 或者是危害她身體健康等等的情況 那第四個也是一樣有醫學這樣的理由 認為胎兒有畸形發育的治癒者 那第五個就不要說它是因為強制性交 所以是因為法律上的一些原因 導致它沒有辦法面就是這個 應該說這個懷孕的源頭是一個犯罪 所以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第五款是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好那只有第六款 第六款其實是還蠻寬鬆的一個規定 就是因為懷孕或生產 這樣影響其身體健康或家庭生活者 所以目前爭議的其實也是第六款 前面其實提案單位之前有提到 但是後面其實就出來改口說他們沒有要 沒有要針對這個部分 等一下會來看 所以你會發現呢 後面還有兩個兩項就是很爭議的東西 是在未來就是不是未來 是在過去2002年的時候曾經發生過爭議的 就是裡面還有幾個條文是 第一個配偶同意權的問題一直是一個爭議 有沒有看到 有配偶者 有配偶者依前項第六款 就是如果因為這一款要做人工流產的話 有配偶的要得到配偶的同意 那這裡就會出現一個有趣的問題 是那無配偶的自己可以決定 有配偶的就要得到配偶的同意 這件事情讓婦女團體一直覺得很不對勁 如果我們剛剛談的女性生育自主權來說的話 配偶同意這個權力顯然就是有需要被檢討的 這個是一個爭議 然後另外一個爭議是要被加進去的 就是有關思考期等下會談 所以這個結構就是長這樣子 那我們往下來看 所以在施行細則的第15條裡面 談到人工流產應該在懷孕的24週內施行 但屬於醫療行為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是這樣規定 也就是說雖然提案單位還蠻鬧的 就是他認為他只有要針對某一款 可是其實我們根據施行細則的規定 他是針對什麼 所有的也就是說我們基本上會認為 過了24週他會有一個狀況是什麼 就是懷孕又過了24週之後 會出現的一個狀況 不再能夠人工流產的原因是因為 對第一個從胎兒的那個部分 他已經接近成熟了 這是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對於母體來說 一個過大周數的那個懷孕要人工流產 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 所以他基本上是在這樣一個考量上面 所以希望所有的上面的主張 剛剛看到的這幾款的主張 他都能夠在24週之前去處 就是能夠有一個定案去做該做的事情 那這裡談到的醫學行為 醫療行為的話是為了要治療上的需要 所以他跟這邊的醫學理由 並不是一個相同的事情 所以這裡是在臨床上面 可能在治療的過程當中有這樣的必要性 譬如說像癌症啊 就是一定只能夠就是媽媽 就是懷孕的女性有癌症 她要做化療 或是說像之前有人提過的 那個廣山收購的那個案子 大家記不記得 就是有一個懷孕的女性 然後被槍擊之後墊植物人 像這樣的情況如果就會 就會是屬於這種情況 因為顯然他必須要趕快做營產 才能夠保住媽媽有可能有生命這樣子 所以他的醫療行為是限縮到這個程度 並不是我們剛剛看到的醫學上的原因 那這裡談到的醫學上的原因 比較是針對就是有一些 匡定出來的某一些範圍 比如說這些遺傳疾病 是哪一些遺傳疾病 是有特定的範圍 在事情細則裡面有副表可以做說明 大家可以去參考 那我們就往下來看 所以得人工流產如果稍微歸納一下的話 大概就是有這些理由 優生上的理由啊 醫學上的理由 倫理上的考量 或者是法律上的考量 跟女性的處境 大概這分類起來就是這些而已 那回到那個女性生育自主權來說 其實我自己覺得 嚴格來說大概只有第六款 是讓女性有一個空間 可以因為自己的因素去決定這件事情 那我們就往下看喔 那現行的優先保健法的規範 為什麼要限定在24週 其實就剛剛談過 一個是比現在醫療的技術的發展 24週之後其實胎兒離開母體 它是有很高的存活率 也就是說我們透過現在的那種NIC 就是你送到小朋友Newborn的加護病房 它是用保溫箱各種方式 這個小孩的胎兒變成人的機會是很高的 那24週以內即使到現在的醫療 都還是會有很多很多的病發症 也就是說它沒有辦法完整的長 就是成長或者說活不了太久 所以24週前其實依靠的還是這個 懷孕的女性的那個身體去讓小孩比較成熟 24週之後胎兒它自己可以長成人的機率很大 所以這24週的分切點大概是在這裡 它有很多的醫學上面的考量 那這醫學上的考量就會帶著去思考 我們剛剛談到的那個在生育自主權裡面 常見的兩個爭議就是pro-life跟pro-choice 也就是說我們還是會覺得 並不是女性的自主權可以凌駕所有的東西 因為譬如說你到了逐月要生產的那個月 我們就不認為這個懷孕的女性 可以因為自己的決定去人工流產 因為這樣子顯然會對於那個 即將要成為人的這個胎兒有很大很大的影響 我們等不去剝奪的話它本來就有很高機率可以存活的機會會被剝奪掉 那而且一旦離那個足以脫離母體 可以成為一個人的範圍裡面 成為一個人的機率很高的時候 我們可能在思考上會認為它受到人性尊嚴的涵蓋就越來越大 所以我們就要看到它的存在這件事情 所以它其實架構上是這樣的思考 那第二個部分是對於女性來說 一個事情拖到24週以後才去做決定 也不是一個好的事情 因為這個這樣子的流產是會造成身形上面很大的傷害 因為那個週數太大 其實對懷孕的女性來說是一個非常非常不好 就是人工流產是對她的健康來說 和生命安全來說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所以法律上不允許像這樣子的那個情況可以發生 所以它其實是有點橫平的結果 就是說自主權跟生存權之間有一些橫平的結果 那你也許有一些人問說 那如果有一天醫療更進步了 我們的技術更進步了有沒有可能往前移 那有可能是需要討論的 現在其實因為我覺得法律它不會是挑在外太空的法律 它一定是根基在人的社會裡面 所以那時候會是怎麼樣 那時候可以再討論 那以現在的情況大概23週24週其實以下大概都活不了 就是你小孩就算早產的那個時候生出來 要活下來沒有病發症的活下來 都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 機率也很比較低 所以大概是從醫療上面去看會是這樣 然後落實在法律上面就是定了一個24週的規定 那公投的爭議在哪裡 公投的爭議案件其實喔 我為了那個為了要幫忙寫一個文章 我就還去看完了他們的短片這樣子 就是那天有一點身心受創 就是第一個時候 第一一開始他們的提案就只針對施行細則 要直接從24週改成8週 那法的技術上如何可行 這件事情他們並沒有就是沒有太多說明 因為施行細則他並沒有說只針對哪個條文嘛 他是就是只有這樣規定是看起來就是針對那個第九條的所有的 後來因為有很多反彈之後呢 就提案單位認為他們的意見沒有被了解 所以後來第二版本就說他們沒有針對所有的東西 只針對第六款就是剛剛我們談到的 因為那個懷孕的女性因為基於懷孕對她的身體跟家庭生活 心理跟家庭生活有重大影響有影響之餘的情況 的這種情況去請求人工流產 那我們就先來看全部的如果都限縮到八週的問題會出在哪裡喔 我就舉個簡單的例子來說 我們剛剛看到的第四款就是有醫學上理由 足以認為胎兒有畸形發育之餘的這種情況 目前最常做的是什麼就是羊毛川次數檢查基因異常 那為什麼要到大部分建議就是十六週之後 滿十六週之後進行 所以大家都會在第十七週去做 為什麼會這樣做 因為那個時候羊水才夠 不然你把他吸走的小孩就沒辦法活了 因為還是有這個問題嗎 因為小小的 所以呢那時候才有辦法去檢查 那目前最常檢查的其實是一般糖室症的檢查 那你當然也可以不檢查 因為不檢查的話也許生出來如果是糖宝寶的話 有一些我有一些我確實也有朋友不去檢查 因為他覺得就算讓他生到他願意照顧他一輩子 那是他的選擇嘛 那但是我們現在的國家的一般的見解 都會提供這個東西 讓那個懷孕的女性可以在這個時間點去做 那也大部分的家庭都會去做 就是大部分懷孕的女性都會去做 因為畢竟我們的環境對於那個 經有缺陷的人並沒有那麼的友善 我們其實很難靠自己的家庭的力量把它養大 所以很多人在遇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會做一些決定 所以我也有一些朋友是因為這樣子 就只好進行人工流產 因為後來發現 因為當年紀比較大才想要有孩子 所以這個機率就會比較高 所以我遇過一兩個朋友都是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當他們聽到這個提案的時候 非常非常的難過 因為他覺得他們好像被責備了 可是沒有辦法 你一定是要當那個時間點 才有辦法做這樣的檢查 才有辦法做這樣的確定 才能夠決議 而且對於女性來說很有趣喔 就是也不是有趣 應該說對很多女性來說 她會覺得她做這個決定本身 是為了那個懷孕 對於家庭跟對於懷孕的那個 被懷孕的胎兒都是好事 因為我們確知是在這樣的環境裡面 是無法養活這樣的孩子 就是就台灣的人來說啦 所以有一些人覺得她並不 她覺得難過的事情是 她試著要做出一個對自己 跟對於如果有未來的話 希望就是對於度中的胎兒是好的事情 可是這樣子的修法 就會讓他們覺得好像是做一件事情 是很不對的事情 那這個是第一次提出來的版本 那第二次提出來的版本就是沒有 他們只有針對第六款要限縮到八週 那限縮到八週的部分就會產生一個效果是 好像女人都必須要去證明 要不是自己就是不然就是胚胎有問題 才可以做人工流產 否則的話就沒有辦法 那我們來看一個數據喔 這個就等一下再來看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105年的 第12次家庭與生育調查 那這個看起來很久 可是因為這個是最新的調查 就是我們大概五年做一次之類的 所以這是最新的調查 那你會發現已婚女性跟已婚男性 在這個調查前的一年 曾經做人工流產的比例大概1.11跟0.83% 然後原因呢 大部分已婚女性發現的都是因為胎兒有問題 第二高是台灣其實有點可憐喔 第二個第二高的人工流產的原因是 擔心造成經濟負擔跟不想再生 那不想再生其實有些跟經濟負擔也有點關聯 所以我們比例很高是第六款 是因為怕造成經濟負擔跟不想再生 所以不是不是因為他的問題 所以這兩個加起來比例還蠻高的 那已婚男性的配偶呢 人工流產的原因呢 所以男性得到的原因都是因為胎兒有問題 那你來看其實 擔心造成經濟負擔跟不想再生的比例 加起來也有45% 所以這個是現況 就是現實上面 一般人結婚之後 在會做人工流產裡面的一個很實際的問題 那至於週數的話 你會發現已婚女性的那個懷孕 他們會做人工流產的決定 通常是在那個未滿六週 可是我其實有點懷疑是 如果未滿六週發現胎兒問題 這是很難的 所以這個裡面會有一個很奇怪的那個部分 就是我們現在現行認知的 對所謂的那個胎兒有問題的話 不會在六週之前就發生 所以我覺得這個統計就 因為是調查所以是自己填的 所以有點有趣 那已婚男性的配偶 則是以懷孕八週到未滿八週 事情人工流產的比例是比較高 大概是35% 所以你會我們可以從這些數據 調查的數據裡面可以看到 第六款進行人工流產的比例是高的 第二件事情是過了六週以後 過了八週之後人工流產 並不是一件很少的事情 所以可見如果這個提案要限縮的話 對於現在有的這個 即便是已婚的人 會造成很大很大在家庭生活 跟她的整個人生上面安排的這種困境 那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問題是這個調查裡面 未婚女性為什麼做人工流產 跟周數等等的沒有被調查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得知 比較細的東西 所以從這裡去看到一些 實際上的狀況 就是優生保健法在現在至少在台灣的狀況 就是這樣 離婚女性跟已婚男性之配偶 相處一樣 她不是去調查 比如說這個A已婚男性 不是去調查A已婚男性的配偶 是兩個 不一樣的 已婚男性 之配偶 之配偶是 是調查那個類 問男性但是是問她配偶的情況 叫男性回答 對 對 對 就是女性回答她自己的狀況 然後 已婚男性是回答她配偶的狀況 所以已婚男性的配偶就會出現 已婚男性的配偶可能 已婚男性的配偶是擔心 已婚男性受到自尊心上的衝突 所以都告訴她說胎兒有問題 才去做人工流產 然後已婚女性自己回答的時候 就會告訴你說其實她擔心的是 經濟負擔跟她不想再生 這裡面有一些有趣的問題 因為她是問 問那個嘛 問先生 就是問這個已婚的先生 問她說 你老婆 你們有沒有人工流產 然後老婆是為什麼你有 然後得到的就是這一個 那所以週數上面 也是一奇怪的落差 就是已婚男性得到的訊息 她的配偶都是懷孕8週 到12週施行人工流產 那已婚的這個女性 她說大概懷孕6週的那個 還蠻高的 所以這是一個有趣 我沒有辦法解釋這個 為什麼 但總之這個是現在 在調查裡面 大家可以去看到 實際上面並不是像那個 有時候不是像 就是我們如果不是去 思考這麼多抽象的東西的話 一般人的日常生活裡面 台灣面對這麼多生活壓力裡面 大概這個就是一般人的生活 所以在做這樣法律制定的時候 顯然可能 必須要再思考是這個問題 然後第二個爭議的東西 就給大家看一下就好了 就我也不知道應該怎麼回答她 第一個就說 有心跳就應該保護一個生命的話 可是這個提案裡面並不一致 因為提案裡面如果照版本2的講法的話 他們對於被認為有殘缺跟不優生的生命 並不保障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感覺到這個差異 所以如果她根據她的版本2的話 她只針對女性自己決定的部分去做限縮 可是她並沒有根據基因上的理由 或健康上的理由去做限縮 所以即便都有心跳 可是這個心跳的價值在提案裡面是不一致的 就是我們還是有很強的優生的那種思考在裡面 這讓人家還蠻難過的 所以有一個朋友就突然問我說 你覺得提案單位他們會贊成FACE嗎 這是一個好問題 你們可以去問她 然後第二個部分是說 加長性教育就好好的避孕 就會能夠避免幼懷孕 這個我們同意 可是這些東西並不會終極的完全避免掉幼懷孕 還是會有可能 他們沒有想要加長性教育 沒有 對 然後下來就說有性型的就要驗孕 然後8週之內去發現懷孕 所以那這個跟一般人 一般台灣社會 社會在江湖上行走的人不太一樣 這樣子可能每天都要驗孕也是很麻煩 所以這個是很困難做到的一件事 那還有就是說 因為太容易 所以每年50萬次流產 這個文獻很妙喔 這50萬次流產是從哪裡來的 就是我剛剛看 剛剛有一開始有提到 劉仲東老師的那本書 就是大概在1997年的時候 討論優生保健法的時候 當時也說台灣的 能夠流產的人次有50萬 就從那個古代講到現在 所以有可能是個假新聞 那根據那個 衛福部沒有仔細的統計 第二個是根據富坦克醫學會 他們的推顧大概就是20萬左右 那這個也不是確實的新聞 就是不是確實的統計 因為我們官方缺少那個 明確的統計數據 這是台灣的問題啦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確知 有沒有這樣的事情 但是可以告訴大家的是 根據劉仲東老師那一本書裡面 對當時的一些研究 你會發現 優生保健法通過之前 大家擔心通過之後 會導致人工流產大增這件事情 在當時並沒有發生 就是當時的調查 就是大概是齒比 沒有更多也沒有更少 那只是讓黑數 可能就不用沒有黑數 因為之前有帶到黑數 後來就是調查出來 就差不多是那個數字 那所以這個事情就會變成 一個就是過去到現在 就一直含50萬 第二個事情 就是跟少子女化這件事情 其實更讓人家火大的事情 是好像女人生不生小孩 都跟都必須要 就是國家呢 經濟發展的時候 就叫女人不要生小孩 然後經濟 沒有人生小孩的時候 就說都是你們不生小孩 所以才會少子女化 可是這個東西 當時其實衛福部 有反駁過一次 在幾年前 就有做了一些調查 就是根據那個 每幾年做一次的婚育調查 發現女性 因為台灣很特別 不是很特別 因為說亞洲國家 有個共同的現象 是我們不太有婚姻外出生的孩子 北歐的話大概一半 就是一半的孩子是在沒有 爸爸媽媽沒有結婚的情況之下 就生 那台灣跟亞洲的國家 大部分90%以上 大概95%以上的小孩 都是出生在婚姻關係當中 也就是說我們的程序 是必須先結婚再生小孩 或者是說為了有小孩 所以會結婚 那台灣女人為什麼不結婚的原因 跟經濟的那個整個經濟情況 跟男女平權沒有得到具體改善 是有關係 這個其實是有調查數據的 所以並不是那麼的簡單說 我只要讓人工流傳變難之後 我們就會有人去生小孩 不會 其實他還是會 生命會自己找出路 他會做別的辦法 那所以這個就是提到的一個論點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是讓人 其實最難過的 後來那一次公聽會之後 就是公共電視有話好說 有請那個提案單位跟一新基金會 還有那個有一位富產科醫生 現在在退安樂死的江森醫師對話 那紀惠蓉有直接問那個提案單位說 八週之後如果繼續認成 懷孕下去然後最後收出癢 那中間這一段 因為八週一直到逐月產 其實還有好長一段時間 那這個懷孕的女性 為什麼她要承擔這麼多 那那個提案單位的提案人 就說沒有辦法 有時候就是這樣 然後她後來又繼續被追問說 那這樣對女人是不是不公平 她說對其實對女人好像有一點不公平 可是事實上就是當這件事情 這樣子規定之後 如果後續有這樣子的情況的話 當然收出癢是一個很美好的故事 很美好的結果 但是會不會這麼美好 中間過程是誰要去承擔 會變成一個大問題 那我覺得也不是說不鼓勵這件事情 而是說如果她是有選擇的 一個女性有選擇 她還願意繼續認成 之後把那個生出來的小孩 能夠出癢給需要的 需要子女的不管是不是夫妻 就是需要子女的人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可是這是基礎是有沒有選擇 而不是被迫去做這件事情 還有當你要做這件事情的過程當中 我們的性別平等教育必須要能夠容納 在學校的學習的各個階段裡面 懷孕女學生的所有的對待必須要是公平的 不然她的人生怎麼辦 就是我覺得這個成本不應該 讓這個個別的女性去承擔 簡單的說就是這些東西裡面如果 認為是有意義的 那應該也是要在前提就是要有選擇權 然後而且她不應該當一個性別去能夠 後來那一天台大的學生雖然都年紀很小 但是她問了我一個問題我覺得很好 她就說如果是這麼不公平的事情 那為什麼我們的墮胎墮胎罪章 就是那一整個對墮胎罪這件事情 我們社會是不是應該思考她應該廢除 因為墮胎罪裡面很多行為人處罰了那個就是 主要的行為人就是女性嘛 當然有一些條文是規範儀式啦 那這個懷孕的主體如果懷孕本身沒有對錯 她去做人工流產是她自己選擇的結果 那為什麼她必須要被用刑罰對待 而且因為會懷孕的只有女性 所以這是不是違反了性別平等的原則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就是很值得我們往下再去思考 就是我們現在是用一個違章建築 去搭建的一個東西 讓這個墮胎罪本身 不會直接生效 就是在某一些條文裡面 那但是規結來說 鬥胎罪本身是不是一個 符合性別平等的規定 是可以討論的 那最後最後就談最後一個爭議 我們一直以為這個會先來 所以以為這個公投會先來 但是這個公投我們現在還是會很擔心 因為這個很難講得清楚 那這個是在2003年的時候 那個脈絡下面發生的 就是當時有一個 宗教團應該不是一個宗教團 是有好幾個宗教團 好幾個教派跟好幾個教團 組成一個尊重生命大聯盟 然後當時有請立委提案要刪除掉 一開始是要直接刪除 刪除掉我們剛剛看到的第六款 就是直接把女性 因為自己的那個懷孕生產 將影響其身心健康跟家庭生活 全部這個概括性的條文要整個刪掉 那看起來當然這個 這個實在太激烈了 所以後來當然就是引起了很多的抗議 那這個東西沒有過 但是裡面要求增定了兩個 一直到纏鬥到現在 一個就是強制諮商跟六天思考期 也就是說條文裡面要求什麼 希望說每個要進行人工流產的 懷孕女性必須要強制被諮商說 你的人工流產的意願之後 還要再回家等六天或七天 想完想清楚之後再來進行人工流產 那引發婦女團體有很多的抗議 不過當時就是衛生署 衛生署有先送出一個 比較傾向婦女團體的版本 可是呢當時的衛生署長 就是現在的副總統 因為他是教徒嘛 所以可以想像他的立場 就是後來他把這個 比較傾向婦女團體的立場 就是沒有這些東西的立場 撤毀了 那引發婦女團體很大很大的抗議 後來到06年的時候 生育保健法其實就是 我們就應該說 整個國家在檢討 優生保健法這個脈絡裡面 會覺得優生保健法實在太納粹了 因為還蠻不好的用語 所以要整本大修修成生育保健法 就是以確保跟生育有關的事項 都放在這個條這個規定裡面 那生育保健法這個整本大修的這個過程當中 就是2006年行政院通過了一個草案 然後那個草案是包含有思考期在內的 那當時呢婦女團就是現在的姓平會 當時的婦權會 並沒有得到就是很重要的法案的那個 就是他並沒有經過婦權會審議 就直接要提到要送交立法院了 所以這幾個婦女團體的學者專家 就直接辭職抗議 所以引起了很大很大的討論 那12月的時候就立法院就要這個條文要進來 然後就開了公聽會 那所以全部的人就在議場前面跟外面 跟立法院的周邊就是做了很還蠻激烈的 也沒有很激烈啦 就是後來比起現在的看起來比較激烈 那時候就是也還蠻熱蠻多人聚集的抗爭 因為這實在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所以後來因為那個時間點我在立法院 之後就是立法委員的做法就是 技術性的不出席之後那個人數不足就 沒有辦法審了 所以我就會我們現在會形容這個法案 就是優生保健法成整本大修 就像一個那個恐怖平衡的狀況 每年都還是會有委員送案子進來 然後又各式各樣的立場都有 但是現在的情況是 你如果敢動我就動 那你不動我也不動 所以就是在恐怖的僵持的那個 情況下面目前的狀況是這樣 所以在那個去年的 去年嗎就是在去年公投的那個氛圍 就是公投結束之後的氛圍 裡面跟幾個團體的那個工作者有 碰面的時候其實是擔心的啦 因為很快這個東西會不會再捲土重來 那時候就有一些預感 沒有想到就是來的是另外一個樣態 那台灣女人連線跟其他婚禮團體 為什麼反對思考期或者是反對強制諮商 主要的原因還是回到女性的生育自主權來看喔 根據WHO他們認為說如果 如果人工流產前如果需要諮商 他們認為這個諮商應該是自願的 因為基於那個諮商專業的考量 那個自願本身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他自己願意去諮商 這個諮商才會是有意義的 然後第二個事情是 國家也確實應該得到資訊 但是不是強迫 所以他應該是要提供完整的訊息 讓這個想要決定 是不是繼續懷孕 或是要人工流產的女性有充分的訊息 這個是國家的責任 那第三個就是這個整個過程本身 人員的價值觀的中立是很重要的 因為在人工流產的議題上面 道德跟倫理上跟宗教上的東西介入太多 所以要提供的是比較專業 而且中立的歷史的那種資訊跟諮商的服務 是很重要的 那根據當時我們的那個調查也發現 其實對很多女性來說 意外懷孕如果真的有動念要做人工流產 也絕對不會不想就跑去做人工流產 他一定是想來想去想到沒有路可以走 所以如果你又要讓他再去做一個 強制諮商 回去再想六七天 有可能會拖過對他來講 是健康上是比較沒有負擔的人工流產的時間 那反而會讓他置身在比較大的風險 那所以另外一個部分是說 這個最怎麼樣的懷孕的主體是女性 我相信他想的會比別人更多啦 就是這個是基於我們對於女性的生育自主權 一脈的這種想法 就是他跟他的身體健康有這麼大的關聯 我們相信他想的一定會比其他的路人甲乙 甚至會比讓他懷孕的那個男性想的更多 那我們為什麼不能夠讓尊重多一點尊重他的意願 然後讓他有比較多的訊息或者是說比較好的 這些可以有的那種支持讓他去決定他要怎麼做 那下來其實是一個大家都看得到 但是不願意面對的問題 就是所有的社會 所有的世界上的其他國家 限制人工流產他不會阻止人工流產 他只是會讓女人把他推到黑暗的邊邊去 自己去尋求那種比較可能的解決方式 那那個可能解決方式對他的健康可能是危害的 因為他不可能就是有一些國家就是 譬如說在台灣你就是不可能在那個時間點 繼續孕育生命 或者說你不可能在那個時間點去生養小孩 如果你硬要讓他生小孩的話 或者是繼續懷孕的話 那他當然不可能做這件事情 那最後就只能夠去不安全的那種方式去做人工流產 那這其實是一個不好的 那最後一個其實是婦女團體的呼籲喔 就是說請他們請重要團體 好好的看一下你眼前這個活生生的女人 不要去想像那個還沒有出生的這個胎兒 可不可以好好的重視一下 尊重一下這個女性主體 她在面對這些這麼困難的事情的時候的決定權 而不要用這種飄渺的方式去 好像為了保障未來某一個可能的人 然後去損害到這個現實的人 現實的女人的身體健康 大概就是這樣子一個脈絡下面 那不過這些議題其實一直都 一直都還蠻 蠻糾結 應該說糾纏很久也一直都繼續當中 所以這也就是我們還蠻擔心的一個問題 我自己還曾經跟某個好像道教的吧 道教的代表爭論過這個題目 就是尊重生命大理論裡面有道教團體 所以有跟他們討論就是吵起來 然後其他人可能是跟其他教派的 所以這些都做過 就是我們只是想要讓他們了解 就是對於女性來說在思考這些問題上 我們的看法是什麼 然後也希望那個法律的制定 可以回到以女性為思考去 做一個比較性別平等的思考 那最後最後的幾個 目前近況的發展 其實是還蠻讓人家覺得憂慮的 我不知道現在的情況到底是很樂觀的往前 還是說其實是一個保守勢力的反撲 因為看起來像是保守勢力的反撲 因為從川普上台之後 有一些相關的家庭計畫的補助等等 其實都被整個被刪掉 或者是就是不再執行 所以它影響所及是很多弱勢 美國的那些弱勢女性的那個 避孕相關的這一些醫療措施都被停止了 然後第二個部分是 因為這樣的情況 所以在川普上台之後 各州有一些保守勢力比較猖獗的州 就提出各式各樣禁止墮胎的法律 那也蠻多的 那所以最近的一個是阿拉巴馬州 那不過這個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也很難講說它完全是怎樣 剛提了之後後來在 後來他們就是在他們的法院 違反了聯邦這個地方法院 其實有做了一些決定出來 認為這樣子的禁令 其實是違反了美國的那個 過去最高法院的先例 應該是這樣說 所以這一個東西當然就被擋下來 不過這個還會層出不窮繼續再發生 那另外一個是在我們隔壁的 隔壁的韓國 這個是一個比較正面的發展 就是說韓國的刑法跟台灣一樣有落胎罪 那不過他們在那個 今年的4月11號 南韓的憲法法庭宣告那個 對胎罪危險 所以整個就是回到談性別平等的部分 剛剛說的 就是說這一個最裡面的行為人 除了醫生之外還有協助的人之外 主要的行為人的主體就是女性 因為只有女人有子宮會懷孕 然後我們就專門對她刻意刑法 這樣是不是違反性別平等 那所以 這個 南韓的這個 這個 事件其實還蠻讓人家開心的 我就說他們至少做了 做出了第一步 可是他們4月提的這個 然後我們就馬上面對我們最保守的提案注意 有時候也蠻翻諷的 那最後其實 講一個那個就是 這個是推動 倡議 要發母 倡議墮胎藥的這個 這個三俄夫人 就是 台灣翻成三俄夫人 然後 他會講一句很重要的話 他說如果女人沒有辦法能夠 擁有並掌握自己的身體 就不算是自由 那這個東西裡面的核心 我覺得就是 很核心很核心的就是生育 生育的問題如果沒有辦法讓女人 有辦法有自由的去掌控 那他沒有辦法去 就沒有辦法去成就他自己這一輩子想要做的事 包含要不要發展他的事業 要不要有他的家庭 因為都會受制於這個決定 那所以在談這個議題的過程當中 女人怎麼想 然後我們要怎麼樣去架構出一個更平等的社會 這個也是一個這個議題延伸出來的一個很重要的思考 那我就先跟大家報告到這邊 謝謝 這邊有一些書單如果都是老書 所以也有一些人可能那時候都還沒出生 上次拿出的書竟然有人直接 我說你怎麼了 我看那個出版年限 然後那個年限可能他剛出生 所以 就是都很老很老的書 然後可是因為有一些書台灣 那個時間點出蠻多的 那之後就不再出了 所以可能就是可能去圖書館找找看 那美福定這本書還有 那我還蠻鼓勵大家去看這本書 因為這本這個書的作者就是 R1486的那個研發的科學家子迪 所以他裡面有很多反省 是還蠻重要的反省 他等於代表了一個被女性主義者養大的男人 他怎麼看待生育這件事情 我覺得很有趣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德國經這本書 是比較是法理學的討論 那好像也已經絕版了 那比較新的是這兩本書 就是Gaze這本書提升的時刻 那這個提升時刻會讓我們看到什麼 全世界各個國家因為經濟情況不同 女性在生育處境上面的很大很大的落差 那所以也鼓勵大家看 然後這一本就是看完就很害怕 因為他就是一胎化之後的那個結果 導致現在中國在面對的狀況 可是裡面其實對女人的處境 也有一些描寫 那是很驚人的 好 以上 謝謝綠紅他非常精采的 非常全面的整個脈絡化的一個介紹跟分析 那其實我沒有想到說 今天的題目會拉的這麼整個縱深 歷史的縱深拉出來 但我個人就是覺得收穫很多 因為其實有非常多的文獻跟資料 其實這幾年有很多東西需要update 那我剛剛也很快查一下 除了韓國今年4月 他的憲法法院宣告韓國的墮胎法 裡面墮胎罪是違憲 但是接下來是不是韓國要去修改 然後要廢除這個規定 其實還在辯論當中 並不是代表韓國就一定會廢除 然後我也很快查一下歐盟的情況 因為歐盟是廢死刑嘛 那德國當然是在二戰之後就廢死 可是德國其實他們規定是十週以後 就不准墮胎 他們的墮胎法 刑法裡面是法規定在殺害生命的法義 十週耶 那我要講一下這個八週的可能的思考是什麼 他可能跟倫理學 還有跟很廣來說 其實跟一些哲學上面的辯論有關 因為八週胎兒就會從胚胎進入胎兒期 就是八週之後一般來說 在醫學上 在科學的研究上面 是滿確定這時候 大腦的半球會快速發展 那德國規定十週 我想他有類似的理由 就是說人的大腦如果 呃 胎兒期從第九週開始嘛 那他如果是開始大腦半球快速發展 他有一種類似人的那種意識 大腦半球能形成 那他可能就會有一種準類似人的意識形態 而意識 我不是說意識啊 形態 我不是說他那個consciousness 那個東西會慢慢已經在孕育 所以從生命的那個potential來看 我可以理解為什麼在一些宗教 基督教的國家 甚至天主教國家嚴格堅持墮胎 還有包括像剛剛提到美國的這個例子 雖然美國在1973年墮胎合法化 可是川普上台之後 這個墮胎合法化這個爭議 又一直一直在談 就是我們說反動或是保守 但也許另一方面 Prolize他們會說 我們可能要重新思考生命的意義 到底從什麼時候開始 就是這個胎兒他具有一個被 我們要更小心去處理 那這是一個部分 就是各國現在 雖然韓國是這個情況 但是另外一個對照組是 墮胎完全合法化的國家 就要我們隔壁中國 那那是多 他們的理由是背景 剛剛有大略提到 比較一胎化 那還有可能有比一胎化更殘酷的現實 但那步驟我們有研究 我敢說 但中國是個鬥胎合法化的國家 所以台大法律系 學生一開始會問這個問題 有點類似我們講的性別 品權一直在談通奸罪 要到廢除一樣 所以這個問題真的是一個 非常尖銳的好的問題 那今天剛好有這個機會 我不知道今天來聽這個主題的 一定都是pro-life 或者部分還在猶豫 或者是現在因為科技的進步 還有一些新的想法 那我們可以一起來討論 然後增廣我們對這些問題思考的深度 這樣 好 那就請大家 一起來跟律宏 我們跟大家一起討論 或者是任何的問題思考點 然後或者想要律宏再進一步解釋 因為我發現另外研究還有社運的關係 其實有很多可能沒有經驗到的事情 即使即便是女性每個人的生命 或者是說有性的經驗 情慾的經驗 懷孕 或沒有懷孕 看待生命的經驗都不一樣 那唯一可以說 我知道了 是兩件事情我可以分享 一個是在德國我知道吃事後玩 我一直以為我們可以把RU486 也定義為一種事後玩 那我就查一下它是七週內 對 但是事後玩 我在德國知道它是72小時 那我剛剛查是其實有很多種 那一般來說就是說 你如果有性行為之後 然後你女性擔心懷孕 那你可以去72小時內 盡快地服用那個所謂事後玩 那它當然有一個醫學學名 可是在德國你要怎麼樣去取得這個藥 我知道在很多國家 它其實是你要去醫生那邊看 然後醫生會問你問題 然後你才能夠拿到一個診療單 然後去藥去拿這個藥 那在德國的情況是說 你可能很多學生啊 或是很多人 你都要透過這個途徑去避免自己意外的 或是想要還沒懷孕 但是你可能想要說 避免那個風險 那你可以不用事後玩 這個其實在歐洲啊 在各國都蠻普遍的 台灣好像也有 可是有一度看到我剛從德國留學回來的時候 新聞都會討論事後玩 可是現在怎麼都不討論 我的意思是說我們的性教育 然後避孕 然後就性教育包括說 你在從事這些可能懷孕的活動 那越來社會風氣越來越開放 基本上大家可以從事這樣活動 那我們有沒有在教育裡面 教女性或是男性我不知道 就是至少女性有這個東西 然後事後玩 為什麼在那段時間會特別多討論 好像是說事後玩 有人覺得應該可以讓他普及 容易取得 但是也有很多人反對 怕這個會腐爛 但這個目前在台灣的狀況 事後玩到底是不是容易取得 這個說實在我不知道 好 這是第一個我想要關於事後玩的問題 可以請教你 因為這個會接受到我們的性教育 還有是不是女性 是不是真的有更多積極避免 意外懷孕的機會 就不要進入到那個幾週幾週的 那個倫理衝突的問題 那第二個經驗可以分享 其實就很簡單 大家可能都知道 就我們的父母 就剛剛講的那個 像我媽媽也是裝了避孕器 他就是那種懷孕就要生的 因為他不會 有些婦女他不會想要把小孩拿掉 何況是家庭主婦 在那時候他沒有在工作 那又一連懷了五胎 但反正中間反正也是發生說 就是那個避孕器造成他大出血 然後反正要把他拿出來 就是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生育的自主 他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面向 包括你怎麼樣去事前可以避免性教育 然後再來就是初期 我們有沒有一個很好的 避免進入到八週、十週 那個大腦半球 開始快速發育的那個爭議期 然後現在好 這進入爭議期之後 我們到底可以放寬到什麼時候 那我們現在是二、四週 有必要去改變他嗎? 好像也沒有什麼積極的地方去改變這個 唯一我可以想到就是關於那個 八週、十週的對於生命的這個 積極的保護的那個態度 那我就先拋出這個經驗跟問題 對 然後再收集幾個問題可以請 李鴻子 大家來討論 沒有大家要問的 或是要繼續討論的 對 好 我看到中間比較快一秒 然後再來隔壁 主持人跟理事長好 我可以理解就是說 就是女權的這個自主權的爭取裡面 它一定不是任意的 就是要求說可以合法的堕胎這些事情 它不會是一個隨便的 但是我剛剛看到很多的情況裡面 比如說強制性交證 當然一定是要被允許的 否則這個說不過去 可是有一條是說 生產之後會產生對自己的 好像是心理健康 或者是家庭 這個我沒有辦法理解的地方是說 如果是這樣 它為什麼要從事這樣的行為 或者是 就是讓自己可能懷孕的這樣的行動 就是我如果知道說可能 呃 我的壓力 比如說我的抗壓性質比較差的 或者是我的經濟負擔 本來就不是很OK的時候 它又選擇讓自己進入這樣的狀況 那我不知道那個是怎麼評判的 就是說那這樣不就是一種任意性的嗎 然後再來就是說 那我們怎麼樣去界定說 確實這個孩子生下來 會產生他的心理的問題 或是生活上的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是哪一 但我剛好看到 我剛好看到 那一個 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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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後 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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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ro 以後 マーマー 下屍這樣子的狀態是什麼 或者有其他朋友可以回應也不屑地說一定要成功 因為每個人的知識經驗都不太一樣 兩位好 我想問第一個問題是說 在台灣的法律裡面 目前對於自然人很明確的定義是什麼 或是說我們台灣的法律對於自然人的定義是什麼 它的法規是怎麼去規定怎麼樣叫做自然人 出生 出生 對 出生就是人嗎 但是為胎兒有保障 你說繼承 對 OK 我意思是說就是 因為出生是個很籠統 比如說他人家從陰道裡面出來 還是說他一定是XY的DNN 就是因為這個 我們用文字在講法律的時候 就變成說好像不是那麼精確 或者還要問說 那到底我們的法條是 民法刑法哪裡規定的說 什麼樣叫做一個自然人 這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如果 一個假設的情況是 如果 我們 用最嚴苛的標準 不要有哲學 不要有形上學 也不要有法哲學 完全用自然科學 用物質科學 甚至用醫學 放快一點到醫學 來定義什麼是一個自然人 的話 這樣的一個思考方向 有什麼樣的後果或好或不好的地方 謝謝 還有 他應該會有很多的想法 請 因為我曾經有看過一些跟美國的判例的話 就是美國對於墮胎權的一些討論 然後 的確在講到生命權的時候 會出現像他們在聽證會上面講到說 為什麼你覺得殺貓就不能容忍 可是殺音就可以容忍 然後 然後 因為我個人 蠻想要 回應就是 剛剛 就是有人可能提到說 為什麼第六款可以 或是說 或是說 為什麼 如果知道會懷孕 還要 就如果你不想要懷孕 他為什麼還要 我自己身份 有很多人是他的確避孕了 可是他還是懷孕的 就是那個本來就不是一件百分之百的事情 就是你沒有辦法 醫療 一定會有這樣 就對你的確有避孕 對 然後再來就是 你在 就 姑且不講到很極端的狀況 可是 可能身邊的朋友 他在懷孕的時候 他就會去預期說 當小孩生出來的時候 你養 對 你養育小孩的費用 你是不是可以質疑 到時候 你如果必須要請孕嬰假的話 你家裡的收入少了一半 你要怎麼樣維持現在的生活 就是他 這個小孩出生是絕對會影響到 你未來的家庭生活 就是不可能再 不可能說我現在 為什麼我現在可以預料 因為他全部都是 你在生出來之前 就可以去計算你未來可能會有的 生活上的變化 那我可以追問這個問題 就是說 沒有我只是想再問一個就是說 如果 對如果是意外的話 那當然沒話說 那我們如何界定 接下來的步驟就是 那我有沒有可能就是 產生我說那種任意性的 就我說謊說 我有避免啊 可是我不得已啊 那這個怎麼去評判 這樣子 這個我就先回答囉 其實這個問題就回到 女性生育自主權的核心 自主權的核心就是 對於生育這件事情上 女人是依她的自願去做決定 那這個自願裡面 如果適用到下面的條款的話 她必須要自己去評估這些事情 會造成她的心理影響 然後去做人工流產 所以它是一個概括性的條文 那所以這一個條文的重要性是在 不會有人苛責女性 必須要去舉證自己有錯誤 或者是自己有沒有說謊 而是她可以回到問題的核心去看 自己意外懷孕 或者是懷孕這件事情 她有沒有辦法去負擔 這是很重要的精神 那不是所有人懷孕 都是因為有錯的行為 她有時候就是不得已 或者是高高興興懷孕 但是遇到狀況 比如說像金融風暴的時候 可能你沒有預想到你的另外一半 突然間被裁員 然後你也懷孕了 可是家裡面就是沒有錢了 這時候有一些現實的考量 會讓有一些人去做這樣的決定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那個經濟負擔 並不是一個抽象的東西 而是她確實就是沒有辦法 或者是說 離婚的家庭裡面即便做個避孕 可是不小心 我其實還是有一些周邊的朋友是這樣 就是她很奇怪的 就是各式各樣的理由 就是有避孕但還是懷孕 可是已經生了 可能你已經生了兩個孩子了 這第三個 你可能已經是 在台灣的那個環境是沒辦法承擔 所以忍痛會去做這些事 那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為什麼你們不應該讓她太道德的話 是因為最後承擔的一定是女性 所以當我們越道德的去看這件事情的話 會加深她的挫折感 因為就明顯的是 就是假設我們都認為所有的配胎 都會讓每一個人變成媽媽的話 那你就是一個不好的媽媽 因為你沒辦法保護你的孩子 所以會加重那種挫折 那所以就是像有一些負產科醫生常講的 這世界上其實 她就說她們訪問過很多 做人工流產的女性 請問她有沒有心理上面 就是因為這件事情 導致心理上受創 她說她們最受創的 有一些女性直接回答她說 她最受創的時間點是 醫師或護理師 或護理師會比較長接觸到 人工流產 時間會比較長 就問她們說 你為什麼要做人工流產 然後口氣裡面 有一點點批評的意思 會讓很多做人工流產的女性 覺得自己是不是做了一個很糟糕的事 所以這件事情上面 我們要回歸到 就婦女團體 或是說從過去一直爭議到現在 其實只是希望讓這件事情的決定 她可以回到女性的手裡 讓她自己去評估自己有沒有能力 因為日後生養跟所有承擔 都還是在女人身上 那我們不要因為 因為女人因為有子宮 所以帶來這麼多的重感 而讓她可以好好的去顧好她自己 如果她已經有一個孩子的話 要顧好那個孩子 不用讓這些事情可以 變成她心力交瘁 或者是說 她的人生無法掌握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是 生命的那個定義 民法裡面有 行法裡面有 就是始於出生終於死亡 那出生有好幾個學說 這是民法裡面會念 然後目前採取的說法 我記得是呼吸嘛 就是出生之後有呼吸的話 就是呼吸的那一瞬間 我們會認為她是一個自然人 那但是在她的權力上面 會回溯一點點 就是我們會假設她已經是自然人 就比如剛好談到繼承權 因為是期待的 期待權的部分嘛 就是說 比如說這個女性懷孕了 然後可能懷孕到幾個月了都不管 那可能被繼承人可能是 反正就是爸爸死亡 那這時候小孩 就是這個腹中的這個 我們會假設她會順利存活 可是推定她會繼續存活的狀態下 會計算理睬的時候 會算她那一份 可是實際上這個東西 是一個期待的東西 所以還是要等到 實際上這個胎兒有沒有 就是正常的出生 然後呼吸變成一個人之後 她的權力才會實現 所以如果要用嚴格的法律解釋的話 這些題目其實都不存在 那就像那一天公聽會上 那個黃星巴老師講的 就是如果我們要把 所有的這個事情 都無限上當的回推的話 就會造成一個事情是 如果八週就會算成一個人的話 那八週之後的所有的懷孕女性 你不能夠喝酒 也不能夠做任何危險的事情 不然你就是在犯殺人罪 跟犯傷害罪 因為等於另外一個主體在你的身體裡面 可是那個 我一聽就會覺得不太可思議 因為這時候這一個孕育 在身體裡面這個胚胎 或者是胎兒 她基本上是沒有辦法 靠她自己的能力存活的 她必須要靠別人 那當然這個別人 就是她的媽媽 就是這個懷孕女性 她的角色就會被看得比較重一點 因為是有她才會有她 不然的話這個母體死亡 這個也不會存在啊 所以在判斷上面就沒辦法 這麼的仔細去說啊 我們回過頭去看她是一個生命 殺貓跟墮胎有什麼差別 有啊有差別啊 因為貓是一個現實的生命 那個胎兒就是 懷孕的那個胎兒 是要靠別人才會存活 她不是一個現實的生命 所以比較的時候 應該是用兩個出生的人去看 而不是一個未來期待她可能是一個人 因為還是要很高的比例 把孕中後期就會死亡啊 這個是一個醫學上面 現在沒有辦法處理的事情 所以如果我們很早的去把它看待成 是一個獨立的主體的時候 那兩個主體之間的衝突 是一個沒有辦法解決的 這也是一個無神分證嗎 沒有我覺得 有宗教信仰 就是就算有宗教信仰 其實在 就是德國經這本書裡面 也不斷的在談 就是也埋不到了 對不起她有絕拔了 她裡面也不斷的在談一個事情 是說所有天主教國家基督教國家 在神學裡面 從來沒有把胎人當成過一個生命 因為他們還是很務實的認為 所有的人 就是開始真的出生的 那一刻開始才叫做 就是才叫做一個人 那只是說 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我們認為這個高度 是人的可能性的東西 必須要受到比較多的尊重 所以講師一定要這樣討論的話 比如說我們在做研究的領域 做幹細胞的研究 用的是胚胎的話 用的大部分都會是那個 不用的胚胎嘛 因為你不能直接去拿 就是有用的胚胎去做這個 我們擔心人性尊嚴受到影響 所以那邊界定是14天 為什麼 因為當中14天開始 那個胚胎後面有一條 那個白色的透明帶長出來之後 就開始有可能會發展成一個人 所以那邊只能夠用14天之內的 胚胎去做這些操作 所以每一個領域 其實都還是有不同的思考 在我們看待生命的各種樣態 可是當這個樣態本身 跟一個現實已經存在的主體 互相衝突的時候 恐怕就是法律或倫理上面 都還是會有一些權衡的必要性在 那這個是我們可能必須要 好好面對這個問題 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這個現實的這個女性 就是她怎麼生活 她怎麼快樂的生活 那怎麼樣那個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為什麼不討論呢 因為台灣很容易取得 所以不用討論 台灣自己很愛的 世後病原它其實是一個 濃度很高的避孕藥 所以其實在一般的正規的情況底下 並不鼓勵去用這個東西做避孕 因為她影響身體裡面的那個 新人代謝荷爾蒙的東西影響太大 因為她等於把一個很高 激量的荷爾蒙丟到你身體裡面 所以吃完之後應該隔天或是隔兩 應該隔一天就會月經來 因為她就是很快促食那個 內膜開始剝落 然後讓那個 就算有什麼東西 也不會著床這種狀態 所以她是這個 所以她的作用是這樣 然後R6486是針對已經成為配胎 在那邊了 然後她讓她的內膜環境改變 而且以至於不適合 那也是7週 所以比較沒有差 她們其實可以用更大 還可以用到8週以後 嗯 食物上有人用到很大的 但是它有一個大的危險是 因為這樣剝落的過程的大出血 是會被注意的 所以台灣的規定還蠻嚴格的 就是你必須要在醫生的面前吃下去 之後要去觀察後續排出來的狀況 因為有一些人會遇到大出血 那是危險的 所以沒有 就是當然在一般的情況 有一些人都很安全 但是偶爾會遇到這種例子 但是偶爾會遇到這種例子 所以她是采比較嚴格的方式 去管理這個藥品 然後剛剛還有 還有 還有 還有哪個問題我能回答到不好意思 然後沒回答到的 例子 可以再想一下 就是我覺得生命跟選擇這個討論 那也許我覺得我們不用糾結在這個地方 而是回過頭去看在現有的環境裡面 就是我覺得比較的對象的時候 比較的那個基礎點 我不太建議就是我們用一個未來的潛在的生命型態 跟一個現在已經在受苦的人去做比較吧 那我當然也覺得女人不能那麼任性 就比如說我們剛剛有談到 如果都已經到快足月的時候 你當然不能夠任性到說 欸我就是現在才要做決定 我要做人工流暢 我覺得那樣子的部分也是一般人不會接受的 因為這一個附中的胎兒 她已經有很高的可能性 可能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她是有能力在體外就可以成熟 變成一個真正的人 那時候就應該給她機會 所以也沒有到任性到那個程度說 欸我即便到了怎麼樣 我還要做這事 這不是一個民主國家會做的事情 但是在讀生裡面 那本書裡面會看到 是因為他們要求女人要把那個 多懷孕出來的那個胎兒打掉 所以他們做很強很可怕的事情 但是那個應該不是一個民主國家會做的事情 對 所以基本上 你不是完全是站在 你是支持說 女性她其實就是完全百分之百的自主 然後只是因為說二十四週開始 這個胎兒她其實有獨立可以在保溫箱 或是透過她可以存活 所以呢 那這時候你就不要做這件事情了 可是萬一如果女性這樣 我會覺得說 考量上還是在橫平的考量 所以那個橫平是說 我們有一個就是透過 就是這個特殊的生理現象裡面 會最終的結果 可能是順產之後會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 有一個人會出現 然後呢在這個過程當中 前面這個階段裡面 當這個胎兒她必須要大量仰賴懷孕的女性 才能夠繼續往下走的時候 這個懷孕女性她自己的意願是重要的 可是到後面這個階段 當這個胎兒離開母體的存活率很高的時候 我們就必須要看到她的存在 所以等於是用 就是有這樣的說法 主張的意思就是說 存活率一旦達到了幾乎是 誇然率很高的情況下 這時候她就是一個主題 跟這個女性來說 她其實應該要被橫平的看待 一個主題的地位 儘管你也不否定說 其實在八週、十週 她其實已經具備一個主題的位置 你剛剛因為你有用主題這個概念嘛 所以你只是覺得說 只有到她可以 醫學上以現在的科技來說 她可以存活的週數來說 獨立存活的週數來說 那她才可以跟母親的利益跟價值 站在一個同樣的主題的位置被考慮 這樣子 那我不知道說這個主張 是現在的台灣婦女團體普遍的看法嗎 還是說 對我們來說 這到底是太激進 我現在只是說理由 我相信大部分的朋友 應該都不會反對說 暫時先保留優生保健法現在的條文二四週 先不要動她 除非有更好的理由我們再去動她 那在這個前提之下 我們其實可以輕鬆的討論說 這個主題衡量的這個標準 到底我們看法是什麼 對我自己我會覺得 就很抽象的來說 光是很哲學很抽象的說 我會覺得我會接受主題的那個位置 再提前一點 對 就是不一定要到她真的獨立存活 然後可以 我覺得這樣好像有點對台灣人 以主題的位置來說有點太苛刻 應該是說她到腦差不多承受到一個 她已經具備一種靈性的那個 我就會覺得她應該就是一個主題 不是說她要能活動 她要能活 然後在外面可以存活 這是我自己的看法 因為我想說在倫理學 在我們對於意識哲學啦 我們說那個心靈哲學 我們對主題的要求 好像沒有說一定要到物理性的那個肉體 這這麼物質性的條件 這是我自己的一看法 所以假設我們是要用在胎外 在母體外存活 來界定主題的那個道德地位的話 那我覺得可能在說理上面 不是那麼容易 倒不如是說 怎麼講 倒不如是就說 先先維持這個平衡 要不然真的要去對抗說這個到底 她就不能活啊 你一定要抗母親 這樣其實對母親來說也是蠻折磨的 因為這個論句好像聽起來太 好像有點很簡單 所以我自己覺得也真的很重要 母親你就是 你只有我才能活啊 那所以當然我決定 然後聽起來就是很簡單 我也沒有辦法反駁 但無論如果就是 你會覺得說有一點 something 你會覺得 欸真的可以這樣說嗎 就是那我要靠爸媽講羊 那爸媽她從小就可以決定我的一切 好像也不能這樣講 我大概把它簡化成這個思考 那我就是想要知道說 大家覺得對這樣子去 假設以後會進入公投的 更正面的理由的交鋒 那我們有哪些更多的理由可以提供給 就是像綠紅啊 或是以後可能會站在公聽會 或是聽證會裡面 然後可以辯護女性 這個或是婦女團體 平均的團體對於這個議題的堅持 就除了這個理由之後 是不是還有別的理由 或是大家有什麼想法 我是說輕鬆的 討論 別人的 就聽證有點蠻輕鬆的 我自己會覺得 會這樣想一個很大的理由 就是說那個基礎應該是在於說 基本上在那個時間點上面 如果不用其數去界定的時候 是很困難去討論一個這樣子的議題 所以用中期就是用幾階段上面去 他其實是一個 最終的結果是會要橫平 讓這兩端的不同的利益處境都能夠被看到 那他也不單純是那種法律上的問題 而是對於其實實證上面的調查 就是大部分的女性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很難單純的把人工流產這件事情 就是你很難單純去把肚子裡面 有胚胎或胎兒這件事情當成裡面只是一團組織 女人不太會這樣看 我們還是多少會承認這個生命體是很重要的生命體 可是我們現在沒有辦法 因為有一些外在的因素 或者是因為其他的關係 導致我們沒有辦法繼續認成 所以那個東西的考慮一直是在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在很多的不同的那個外在環境之中 做一個比較可能的決定 所以大概也不太是說 因為如果今天很單純 就是完全是無水用 因為我覺得很簡單 其實當然我也沒有認為那個 好啊算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單純你要去討論說 那個到底生命這個黑胎 或者是胎兒他的地位是怎樣 如果我們很單純的物化去討論他 其實這問題非常容易解決 就是好啊你逐月產的時候 你出來那一個時間 我們再考慮 那就很簡單 可是我們沒有辦法這麼簡單的 去把題目就這樣設定 所以這也就是這個問題裡面最困難的一點 那到底要放在哪個時間點去做決定 就 我覺得就會跟這個整個社會上面 大家的那個共識 我們就必須要去討論這個 所以有一天也許醫療更發達了 那不是二十四周 可能更早 就是萬一 因為其實很晚的才有夢 有的時候會出現 像我在看讀生命的書 之所以會覺得腦骨悚然 是因為 有一些小孩子被 他們被引產出來 就是有些胎兒被引產出來 因為已經逐月了 都還不行會 已經會動了 所以你怎麼能夠認為那樣子的生命 只是一個可以被引產的胎兒之類的 就是在中國會發生這樣子 所以顯然我們也不會是這種價值觀的人 所以他還是必須要有一個 生命是連續的 可是你必須要很困難的 在某一個點上做切點 去做兩個不同的利益之間的去做恆平 那有時候這兩個利益衝突的很嚴重 非常非常極端衝突的時候 也沒有什麼好討論 那個衝突就比如說 媽媽的心臟有問題 就是懷孕的女性心臟有問題 所以你必須要先處理掉那個 要人工流產掉 才能夠保住自己身體 那個極端化的情況 也不用討論這些問題 因為至始至終的 都不會進入到討論的這個程序 就是時間程序裡面來 像現在的問題就是在於 我們還有一點餘育的討論空間 可是那個應該要怎麼切 那這個是很困難的一件事 還有一個問題 請 兩位主持人或是獎政一號 然後首先就是覺得很感謝今天的演講收穫很多 那我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其實我可以了解就是這個部分的訴求 就是其實有看到很多婦女她是在這當中受苦的 所以是希望能夠讓她們有一些保障這樣 但是我能看到就是看到就是說 其實不管怎麼樣她生下來 或者是說她最後那個做胎可以合法 其實我 就我所了解其實很多後來 女生也是心理上受到很大的影響 因為她們後來也是有很多的 後悔或是憂鬱 或者是就是因為她做了這樣的事情 那我的意思是說其實不管怎麼做 就是她們就是可能生下來 或者是可以墮胎 那其實對她對婦女的身心 其實都一定還是會受影響 那我的想法是說有沒有可能是 跳出可不可以墮胎 或者是說是嬰兒或者是婦女 就是兩個這樣子的好像很困難的選擇 甚至我覺得她是一個幾乎是死節很難的 這樣子的選擇 而去跳到後面一層去看到說 那是什麼讓婦女有這樣子的壓力 她不得不去做這樣的所謂的選擇 就是所謂的上面雖然說是自願 可是其實那個婦女的自願的院士 她背後其實是有壓力她才會做這樣的選擇 那是不是有可能把那個焦點 或是努力放到那個背後的壓力 譬如說是社會的不包容 她的歧視對於女性的 就是譬如說像未婚的 然後我們有很多的歧視 或者是說對於像剛剛有提到那種 有殘疾的 殘缺的幼兒的可能補助不夠 或者是這個環境對她們不是那麼有利 或者是在經濟上是不是有可以 就是整個社會或是大眾 有什麼樣的方法可以讓補助 讓彼此 就不需要是一個選擇 不需要是媽媽或是只能選一個 而是從更後面那個壓力源來去處理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子 是可以去跳開那兩個很難的選擇 但我的另外一個想法當然是說 這可能就是一個很長遠可能很難 不知道是不是說可能你們都想過 只是這可能就變成一個很難實踐 或是很理想的狀態這樣 是不是這樣子 就是那個還在就是被卡住的生育保健法當中 確實是有對生育權有比較周全的思考 那還有其他的東西 其他的東西就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工程 他必須要逐步落實 包含就是我們要減少那些 不被期待的孩子誕生的這種情況 就是不是說減少孩子 而是減少這些社會處境上的敵意 那我覺得這個應該是要大家一起來 就是說我們這些條文 就是你可以看到這些條文裡面 有時候看有生保健法會有很不一樣的感情 你們會有很不一樣的情緒是 我們顯然還是帶著很多價值觀在平坦生命 所以這個價值觀就包含我們認為 有一些生命是不該存在的 那有一些是應該存在的 有一些應該怎樣 有一些應該怎麼樣 那這一些都會讓我們再思考下一步 就是那我們的未來 我們在這個生養子女的 生養子女或進而說這個人在成為一個 成為一個人的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讓每一個人能夠對平等的對待 這件事情要怎麼落實 所以那真的是一個很強烈的事 包含如果你們等一下想看 就把生育保健康 用生保健康從頭看到尾 其實有很多爭議的點 包含就是像那個障礙者 心情障礙者結紮這件事情 其實也是就是父母親就可以同意他的結紮 就是可以強迫他的結紮 這件事情其實也是在那個 時空背景下面出現的條文 可是你現在想一想如果你回到CRPP 就是生肌二者全域保養公約來看 那個東西也是很 你不會覺得怪怪的嗎 可是在我們台灣這個 大家很辛苦的生養環境裡面 如果你是家長 那你生了一個心智障礙的孩子 特別是女性的時候 你很擔心他出去被 就是講被欺負嘛 所以你會想要保護他 那你不想要他被欺負只有後果 你必須要去有一些 後果是你不樂見 或者是說他很辛苦的後果 因為那個後果就是不斷 就是懷孕嘛 所以有一些確實會這樣做 可是你從這個心智障礙者的角度來看 他為什麼不能夠擁有自己的性 不能夠擁有自己的生養資源機會 不能夠有自己組成有親密關係的機會 這是讓我覺得現在的我們會思考的 可是如果我們跳個跳開變成家長 我們的角色可能就又會完全不一樣 所以對很多事情的看法就是 透過不斷不斷的討論 可能會讓我們更看清楚很多事情的背後 應該要往哪個方向走 是我們整個社會的價值觀 可是有時候路還蠻長的 所以就是需要大家一起思考 所以台海裡連在討論生育保健法 這個條文修法的時候 我們其實我們自己的標題 其實就是讓每個小孩在期待中誕生 被祝福然後養大 其實它的重點應該是回到正面的 就是我們做好很好的性教育 然後我們讓這個環境很適合小孩生養 然後大家就不用再受困在那個決定上面 我到底要遇到的時候要怎麼樣 因為假設我們今天對未婚沒有那麼多歧視 就是它要生長子裡有很多的 就譬如說如果你活在 我剛好八月從瑞典回來 如果你在那個地方 那你就生了小孩很多補助 你可以好好養大你的孩子 也許你的決定就會跟在台灣完全不一樣 那也許你知道你回來的一個孩子 他有糖氏症 那也許你在其他國家有很好的支持 你會願意讓他長大 因為那樣子的生命並不是錯誤 你會願意陪他長大 然後他有很好的人生 這樣我們的決定 一定就會完全不同於這個故事的版本 可是我們在台灣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所以我們在這邊受困在這邊 回過頭來討論如何善待女人 就是這樣子而已 在這個很有限的資源裡面 思考怎麼善待女人 能夠讓女人過得好一點 然後有好一點的生長環境 不過就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我們對於那種 要做這些限縮會有這麼大的憤怒 主要也是因為這樣子 就是說那個痛其實是只有遇過的女人會知道 所以也許很多人他會覺得 這你們為什麼不能夠怎麼樣 不能夠怎麼樣 可是也許對於很多女性來說 她是沒有選擇的 就是遇到了 然後她要去做決定 而且不能夠拖太久 因為拖太久 就是超過時間也不行 所以這個就是在整個 實際上的生存環節裡面 每一關都是這麼辛苦的時候 我們對這些題目會很在乎 然後會變得很尖銳 可是我們期待未來的台灣 我們自己如果 我自己沒有小孩 但是我希望我自己的子女啊 外甥女 她們的未來 不是像我們現在一樣 就是必須要在這種困難的環境裡面 去思考 我要生一個生兩個 我那個小朋友還說 我以後一定要生很多個 因為你們生很少個 我要生很多個 這樣才可以有 才可以就是照顧我們這樣子 然後就會一直念我們 我們希望未來是那樣子 就是她生養很多子女的時候 是可以創造幸福的未來 然後不用像我們這一代的很多人 必須要斤斤計較於剩一個 然後第二個的時候 糟糕了 我同事就跟我說糟了 我第二個小孩出生之後 我就要吃土了 因為脫避費用很貴 什麼很貴什麼很貴 所以就是我有這些決定 所以大概是今天跟大家分享這些 的那個還蠻想跟大家討論的 不是在權力本身怎麼去劃分而已 更重要的是我覺得 我們還是要很多事情要努力 就是讓這一些事情 不要變得每一個女人在緩解點 就是性行為過了一陣子之後 發現生理期沒來的時候 就開始焦慮的那種 那種東西不要發生 或者是她真的這樣 她會開開心的去生小孩 那也是好的事 對啊 最生育不見的只是私人的事情 它其實也是一個社會支持的 一個公共性的議題 那在國外 它對於那個墮胎期的限制 不管是幾週 但有些國家它會設立 什麼心理諮詢委員會 然後你拿到這個心理諮詢委員 不要一直叫你說 你一定要怎麼知道 但是它至少可以給你諮詢 那台灣好像連心理諮商 心理諮詢這一塊的專業都 人員啊 或是在婦女這一塊 生育這一塊都還沒有去 有一些進展 當然還有很多可以努力的 但是至少我們已經走到 知道說社會支持系統的整個建立 對於女性要保有她自己 跟生孩子來說 一定能夠更有利於女性 去做這個思考跟抉擇 這是一定的 因為沒有一個女性會願意 隨便的就 就對不對 既然已經懷孕了 所以一定都是非常困難的選擇 那我希望以後 我們台灣還可以漸漸多去思考 那也許這關於思考期 也可以把它轉化成是對於一種社會支持 看可不可以有一種這樣子 未來更周延的立法 那今天非常謝謝 綠帆她已經快 欸 我以為你們是打算要離開 沒關係 我以為你就是那個 你剛才有提到說 懷孕不是女人的事 是兩個人的事 那如果在這個前提下的話 那就是墮胎要配偶同意這件事 應該就不會做 那可是你剛才有提出 這個其實還蠻多爭議的 我們去多談一下這一點 應該是說 第一個我們現在的規定是指針對已婚 已婚的那個情況底下 她的女性要進行 而且是只有第六款 就是我們看到的第六款 她才需要配偶同意 那假設今天是未婚的話 即便是主張第六款 你就只要自己去就好 所以你不覺得這個條文規定怪怪的嗎 第二個事情是 那前面為什麼就不用配偶同意 好像我們認為 女人在決定的時候不夠周延 所以要她配偶來一起處理這個事情 然後其他的好像理所當然 其實說因為就是有疾病 所以好像自己就可以決定 所以這個其實是在婦女團體裡面 討論的時候覺得規定上 非常的非常的奇怪的一個部分 那告知第二個部分是 台灣的食物上面 這不是普遍的現象 但是常常出現的狀況是 一般的狀況 你都會得到配偶同意 你們會 一般的狀況都是 已婚的話 一般狀況要做這麼重大的決定 一定會討論 因為它是很大的事 那你什麼時候 不會去跟你的配偶 告知她說 懷孕了可能要做這件事情 什麼時候 通常是關係第一個很不好 第二個是 懷孕的過程其實就是 可能是有家暴或者是其他的狀況 那才會不去告知配偶自己去做這件事 那你反而要她去取得配偶同意的時候 在司法實務上 常常會變成對方勒索的理由 就是已經要離婚了 然後又不小心懷孕 然後呢 要去人工流產的時候 要取得配偶同意 那配偶就說 那就來談條件 不然就沒有了 然後或者是說明明是因為家暴 被家暴之後才懷孕 結果她也沒辦法自己去做人工流產 會有這樣的狀況在 所以婦女團體一直認為 以這個第六款的話 如果未婚的都可以自己同意的話 那已婚的其實也應該自己同意就可以 就是實務上面是這樣子在 我們其實是比較看到這樣的狀況在 那至於要怎麼樣定 可以更周遠其實是可以討論 那我剛剛說的是 男性為什麼都沒有角色 是因為我們從頭到尾罰的都是女性 她如果去做人工流產 然後到最後沒有這些理由 或者是說之前我剛剛有講一個故事 有沒有講 就是有一位認識的朋友 我聽到一個認識的朋友 發生這樣的事情 就是這裡不是要有配偶同意嗎 那結果這個已婚的女性 謊稱她沒有結婚 因為我們並不是都會知道是有沒有結婚 然後她幫她做人工流產 後來因為她們打官司嘛 就是在離婚訴訟當中 結果這件事情就被提出來之後 變成這個醫生有問題 或者是說她中間有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反正就是醫生很倒楣就是後來就被扯進來 然後回到那個多胎罪的規範裡面去 所以這裡其實常常會出現一些實務運作上面 還蠻需要再反省的問題在 那我剛剛說的男性的角色 其實是在談這個主題的時候 當然女性自己決定是很重要 但是生育養育這件事情 好像我們在過去的法律制定上面 很少把男性的角色拉進來 那漸漸現在有 就是我們會開始去思考 包含生養子女的過程當中 需要的這些陪產假、暈假等等的 男性的那個部分會被思考進來 那這也都是這幾年的事情 還有 那我們因為時間有關係 十點有不好意思 太感謝了因為我們今天真精采的訪問 那我們正式的活動就到現在就結束了